上阶第二集 第52章 紧急集合 姜凡拿着第二个三等功勋章走下来后 便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属性面板 姓名 姜凡 职务 陆军指挥学校大义新生 身体属性 力量18 速度18 神经反应18 技能 危险预警扫描技能50米 阴眼技能 过目不忘技能 仙人掌技能 军功值2885点 在没有体质加强业的加持下 这个月也涨了0.3的体质 还算不错 只是 哎 军功值还是少了一点啊 姜凡微微一叹 好在 新训期间的训练 对我来说都没啥难度 只要保持这样的进度 等到新训结束 应该就能突破1万军功值点 可以打开终极系统商城了 大会开完后 各中队也带回准备晚休了 可是 晚上12点 一道刺耳的紧急集合声响起 八中队的 全副武装 五分钟后集合 值班员急剧穿透力的声音 在整个中队宿舍楼内响起 紧急集合 快 快着装 快快快 顿时间 各班宿舍灯亮起 班长们大声地冲班里的学员 大声吼道 学员们都还沉睡在睡梦中 被吼醒后 一个个都有些猛逼 紧急集合 干啥呀 睡觉紧急集合啥 学员们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都愣着大马 赶紧着装 班长大声怒吼 记住 水壶 木饼手榴弹 杯子 洗漱用具这些 全部给我装好 一切战斗中需要用到的物资 都带上 一个都不能少 谁少了 老子扒了他皮 我去 这是要去打仗吗 学员们一边疑惑 一边快速地着装 三把这边 姜凡也在快速地穿好做训服 然后把柜子里的其他做训服 全部塞进背包内 按照规定 这样的全副武装 除了身上的一套做训服之外 还要额外再带两套 内部 袜子这些 也都有规定的最低标准 穿战靴 带解放鞋 木饼训练手榴弹 一人四枚 水壶水要装满 背包里已经装有军用帐篷 军备也要放进背包里 一起背出去 动作快点 还有两分钟 收拾好的 赶紧出去集合 班长们着急地大声吼着 姜凡因为有前世的经验 收拾起来 很是快速 弄好之后 他看了一下时间 还有一分钟 赶紧帮其他人收拾了一下 之后 看时间差不多了 便是背着鼓鼓的背包冲了出去 此时 营地外面 已经集合了不少人 中队长何指导员 各排排长都已经站在外面等着大家 不断地呵斥他们快点 姜凡注意到 其他中队也在集合 甚至于 一辆辆军用绿皮汽车也开了进来 一个中队三辆 姜凡微微醋眉 这是要打演习 还是防空演习 还是说 进行夜间急行军拉链 半夜拉出这么大的阵仗 肯定是有新的训练科目了 部队的新兵连三个月 可不会这么高 一般都是下连队后 才会外出训练 军校跟地方部队就是不一样 新训三个月 连这些科目都安排上了 很快 全中队集合完毕 其他学员看到这阵仗也是被震惊到了 汽车都拉过来了 这大晚上的 要将他们拉到那里啊 中队长吴海涛当即喝道 看看你们这狼狈样 如果真是打仗 你们还来不及掏枪 敌人就将他们干掉了 学员们这才发现 他们的有腰带没扣好 有的钢盔东倒西歪的 有的防弹衣甚至都没有穿 总之 各种丑态百出 中队长赶紧让各班班长 给他们整理后 一分钟后 吴海涛这才继续大声道 听着 收到上级命令 在距离 我们学校60公里外 有敌人入侵 上级命令我们新生三个区队 全副武装 在早上六点之前 赶到60公里外的A区山峰 建立防御阵地 没按时到达 延误了战机 一律按军阀处置 现在 从一排开始 各班带到武器库 快速领取自己的武器装备 快快快 中队长话音落下 一排排长大声冲 一二三班的学员大声吼道 一排的 跟我去取武器 看准自己枪的枪后 每人一把步枪 一把手枪 步枪和手枪 各四个弹夹 快快快 一排长像是催命符一样 冲一排的人不断地喊着 新 第五十三章 百公里 极星军 学员们都是一连疑惑和猛逼 跟着排长往武器库跑 这到底是在搞什么啊 大半夜的取武器打仗 新生们对这种夜间 紧急集合出发搞任务 太陌生了 手忙脚乱的 如果不是班长排长 这些老兵带着他们 早就乱成一锅粥了 新生中只有江凡清楚 这是要来一场夜间极星军了 甚至可能不仅是夜间极星军 到了白天 估计还会有其他任务呢 总之 这一次 只怕新生们要吃一点苦头了 本来背着不少东西 已经很重 再加上枪和弹夹的话 整体负重已经达到了四十多斤 拿到武器的班牌 直接登车 然后各排派几个人 去食堂搬食物 快快快 中队长大声吼道 一排的 跟我来 登车 一排长赶紧带人往第一辆车跑过去 然后 三个班的副班长 率先冲到大车的后面 将护栏打开 背包丢上去 一马当先地爬了上去 一般的 按照顺序 将你们的背包丢上去 一般班长说着 将自己的背包 已经丢上了车 然后副班长们拎着他的包 放在车的右边 一般的学员 跟着班长一样 将背包丢上去 然后他们的背包 全部一列摆放在最左边 多出来的 就放在中间过道 之后是二班的放在左边 三班的放在中间 背包不会叠起来 因为学员还要上车 他们要坐在背包上 一辆大车 可以坐下三十多人 坐一个排也是足够的 各班留下两个人 去食堂领取食物物资 剩下的人 一班靠右边坐在背包上 二班左边 三班中间 快快快 一排长说完 苏和便是让江凡和李浩 去食堂 然后 拉着三班的学员 赶紧上车坐好 其他班的学员 也相继上车 一排的六人 快速地往食堂跑去 老江 这到底是要干啥 还要去搬食物 一边跑李浩 一边冲江凡问道 其他两个班的四个新生 也是好奇地看向了江凡 在他们看来 好像就没有江凡不懂的 江凡道 听说过百公里拉链吗 我猜应该就是这个 百公里拉链 众人面面相识 你是说 我们坐车一百公里出去逛一圈就回来了 江凡无语地看了他们一眼 想得美 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现在登车 最多开个十公里 把我们送到山里面去 然后让我们背着装备物资 在山里面急行军 走百公里以上吧 不是吧 背着这么重的装备 在山里面走一百公里 江凡道 是最低一百公里 而且 我们天黑之前 要走完六十公里 六个小时 在山里面六十公里 估计不排除要小跑呢 总之 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吧 五人文言 瞬间变得生无可恋起来 这是要把我们恋死了去啊 在山里面 五六个小时六十公里 如果是青庄的话 或许还可以 可是 这可是背着几十斤的负重啊 山里面又是上坡下坡的 这一趟下来 即便走完了 估计也得没了半条命啊 很快 六人来到食堂 食堂的工作人员 已经准备好工作物资 一个排 一箱榨菜 三箱八宝粥 三箱蛋黄派 两箱牛奶 分到手 也是人个两包榨菜 三瓶八宝粥 三个蛋黄派 一瓶牛奶 六人快速地 将食物搬回车上 此时 各搬排已经登车完毕 虽然是深夜 但天气依然十分闷热 更别说三十个人 挤在一个狭小的车厢中了 在所有人都坐上车之后 车辆便是启动起来 以为天色黑 他们压根就不知道 车子开向了哪里 只知道道路很是颠簸 一排车子内 排长冲众人严肃道 听着 再过五分钟 我们要下车 然后背着装备 急行军到目的地 过程 要翻过十八座山 海拔最高的 有一百三十多米 基本是沿着山路走 所有人不能掉队 一个跟着一个 身上的装备 除了吃的食物之外 其他的一个都不能少 特别是枪支和弹夹 一旦掉了 轻折警告处分 严重地直接退学 甚至还会追究你的军事责任 那是要坐牢的 都听明白没有 明白 众人心头是不断地哀嚎 表面上也只能大声回应 一排长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次急行军 也算是对你们心训中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陆军 必须要有打不烂 拖不夸的意志力精神 陆军 天生就是在山里面穿梭打仗的 而你们作为未来的部队指挥官 更是要提前适应 野外拉链生存能力 这样等到你们下连队后 才能带好兵 这是你们第一次长距离的急行军拉链 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好好积累经验 为未来的训练打下基础 现在各班把食物分发下去 每个人 心 第五十四章 这不是要命吗 这是 一排长一边说着 各班班长也开始给学员们 发刚才他们从食堂搬回来的东西 一排长继续道 这次我们的急行军 可能会进行一天一夜 期间不会生火做饭 所有的食物 就是现在你们手中拿到的 当然也包括你们背包里面的 压缩饼干均量 水 也只能是 你们水壶里的那瓶水 怎么吃东西喝水 时间你们自己定 但吃完喝完 就没有了 你们自己掂量着吃 否则 最后没了 可不要怪别人 众学员看着手中的那些食物 一个个都感觉生无可恋起来 如果是休息的时候 这些食物和水 倒是勉强够用了 可现在 是要走上一天一夜啊 且不说饿不饿 就这天气 走个几公里 都要流不知道多少汗 单单这一壶水 怎么可能支撑得到终点啊 到时候 又饿又渴 又困又累的 学校这是要往死里练死他们啊 老江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啊 李浩看向江凡 满脸的苦瓜相 江凡道 坚持吧 入军是这么多兵种中 最累的 而且 这只是开始 真正苦的时候 还没到嘛 我劝你们在走路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姿势 双腿尽量不要靠得太近 否则 你的大腿双侧之间会很容易磨破 会这样吗 李浩和一边的林涛都是一脸好奇 听我的就是了 江凡说着 微微一探 只可惜 这次是紧急集合 事先都没有通知有这门科目 否则 我就可以准备一些东西了 什么东西 两人一正 江凡微微摇头 算了 现在说 这些都没有意义 赶紧调整一下 准备开始急性菌吧 很快 车子停下 紧急集合声再次响起 各排排长赶紧让本排的学员快速下车 然后一个个杯囊丢了下来 众人找到自己的杯囊后 赶紧列队集合 此时的他们已经出现在一座山脚下 前方有一条蜿蜒的崎岖山路 吴海涛的声音传了过来 前20公里 一排座先头部队 中间20公里 二排座先头部队 后20公里 是三班 任何人不允许掉队 各班负责各班的学员 扛都要给我扛到终点 否则 调队一个 回去 整个班级全体成员 一个10公里 两个就20公里 以此类退 现在 一排开始沿着计划的路线开始行走 前20公里 必须在两点半之前到达 控制好速度和节奏 出发 一排收到 一排长大声应了一下后 便是第一个走在前面 一班跟在我后面 三班最后 说完 快速地往前走了起来 他的钢盔上 绑着一个大瓦的照明灯 而各班的副班长 走在最后面 钢盔上也有一个照明灯 可以清楚地看到山路 虽然是在山里面集星军 但走的也都是山路 这些山路都已经是成型的 而不是在杂乱草地 和混乱无章树木中乱穿梭 山路宽度 至少也有两米宽 足够一个人走过去 只是说 这些山路也很不平整 凹劲突起的 走在队伍中的江凡 用鹰眼扫视了一下前方 隐隐可以看到 在他们几百米外 有丝丝灯光发出 常人的眼力根本看不到 江凡也是靠鹰眼 才能偶尔捕抓到 江凡猜测 在大队伍的前面几百米 肯定有老兵已经探好路 并且一路给他们把关着 防止山路有什么意外事故 毕竟这些都是新生 没有什么经验 虽然有班长和领导带队 但也不敢保证 不会出事 特别是夜间行军 在山里面走 危险肯定是有的 山坡山崖就不说了 突然间踩到一条毒蛇 或者其他有毒的生物怎么办 江凡算了一下时间 他们集合是凌晨12点05分集合的 之后过了10分钟左右 上车出发 车子行驶了10分钟后 下车 现在应该也是12点半左右 也就是说 他们要在一个两小时内 走完20公里 相当于30分钟 就要走5公里 不 靠走的话 绝无可能在规定时间内 到达目的地 只能跑 果不其然 江凡这刚算清楚 一排掌便是在前面大声吼道 一排的听着 全部给我跑步前进 不要掉队 快点 说完 一排掌便是冲了起来 一排的学员们文言 一个个都傻了 背着这么重的装备 在山里面跑 搞什么飞机啊 这不是要命吗 这是 新 第55章 不就是20公里吗 跑 半个小时跑5公里 如果是轻装 那很轻松 但凡在陆军部队训练过一个月的 轻装5公里 都能轻松跑近25分钟以内 即便是武装5公里 25分钟内跑完 也是一抓一大把 可现在不一样啊 身上的杯囊加上枪 将近50斤 而且 他们跑的还是崎岖不平的山路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这是 要持续地跑啊 一口气20公里 这简直就是要人命啊 可一排掌 根本不给他们讨价还价的时间 自己先冲了出去 一班掌跟着排掌 不断地回头催促班里的学员跟上去 好在 新生们在这一个月的训练中 每天都有进行体能训练 已经适应了长跑的节奏 一开始倒是还能适应 妈的 拼了 不就是20公里吗 跑死他娘的 三班学员们 相互之间鼓劲呐喊 纷纷冲了出去 虽然这很累 但这对于一直以来 都在负重加量跑的江凡来说 也不算什么事 之前他开始给自己绑杀带跑的时候 重量就已经达到了40斤 后面又加到了50多斤 距离上 更是有过一口气 跑进30公里的壮举 他的体能素质 已经能比班长们都要强不少了 所以 现在这种情况 对他来说 压根不算格式 江凡 你的身体素质比较强 本会你看到有班里同志扛不住的 多帮衬一下 江凡在跟着跑的时候 副班长赵东 快速跟了上来 从他说到 班里学员之前没试过负重跑 这是他们第一次 而且还是如此长距离的武装急行军奔袭 肯定还适应不了 你不同 这将近一个月训练下来 你早就适应了这个负重和距离 江凡点头道 放心吧 我会的 即便赵东不说 江凡自然也不会只顾自己 这样的训练 更加讲究一个团体的团结 在部队里面 那种以集体为单位跑的 都是相互协助的 江凡十分清晰地记得 他前世刚入伍的时候 身体素质也不好 然后连队要进行集体五公里考核 是身体素质好的班里老兵 在后面推着他跑到终点的 这就是互帮互助 如果这真的是打仗 他们也不会丢下落后的战友 而是要带着他们一起冲锋 整个山区里面 不断响起各个班牌长的加油声 催促他们班牌里的战士 加快速度 跟上队伍 前面两三公里 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伙都还能跟得上 只是 一到了上坡阶段 就感觉双腿 像是镶了铅铁一样 十分的沉重 每迈出一步 都要花费很多力气 已经有不少学员大喘吁吁 三班这边 也有两个学员 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以这样慢的速度 是压根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内 到达目的地的 最后 班长 赵东两人率先出手帮忙 凡是在上坡的时候 都伸出手来 压在那些落后的学员杯囊上 给他们一点力推他们上去 好在山坡并不是很高 学员们也都还有力气 稍微给他们一点力 也就能稳住之前的速度 将他们推上去了 上坡的时候 整体速度都慢下来了 只能靠加大步伐来提升速度 但在下坡的时候 便是让他们跑下去 下坡不用什么力气 还可以让他们恢复体力 不仅三班这样 其他班级的那些班长 已经身体素质相对较好的学员 也都在帮着其他学员 就这样 班里面相互协助下来 第一个小时 他们成功地越过了12公里的山路 还剩下8公里 时间还剩下一个小时 但现在的他们 体力也消耗得很大 想要一个小时快走家跑步 完成剩下的8公里 还是十分的艰难 果然 在前进了两三公里后 终于有学员体力耗尽 连走都难以走动 班里的班长和学员 只能将他们的装备卸下来 让他们轻装地前进 班长和体质比较好的学员 则是分担他们的装备 包括三班这边也是一样 有一名学员 实在是走不动了 然后班长和副班长两人 双手提着他的背囊 而江凡则是负责 拿着他手中的步枪 给学员轻装前进一段时间 恢复一些体力后 再让他背着 班长 班副 我有个主意 江凡冲两个班长说道 我来背着背囊 带着没有卸下轻装的学员 加快速度往前赶 将他带出去一公里左右 我再折返回来 带下一个体力不太行的 往前加速走 这样他们在前面前进的时候 可以稍微放慢脚步 可以休息的时间也比较长 你们看怎么样 苏和和赵东文言 不由眉头一皱 苏和道 江凡 你说的这个办法 我们都知道 以前我们这些老兵这样练的时候 也试过 体质好的兵 带着他们背囊 加快速度往前赶 体力不支的学员 轻装前进 加快一点速度跟着过去 也不难 这样的确可以让他们恢复得快一点不错 但这样的话 你会消耗更多的体力 你撑得住吗 再者 我们是先头部队 组织上也不会让新生一个人 在前面自己走 这太危险了 江凡道 我应该可以 让新生一个人上去 自然不行 但我们可以让班副在前面带队 我负责中途的班运 你们看可以吗 苏和眼睛一亮 这或许可以 只是 你确定你能扛得住吗 你自己有背呢 再背一个话 那可就是两个将近一百斤了 江凡自信的点头 我可以的 试试吧 看到江凡这么自信 苏和犹豫了一下 也终于到 行 我先请示一下排长 说完 苏和小跑两步上去 跟一排长汇报了这件事 然后很快便是跑了回来 冲江凡和赵东道 排长也请示了中队长 中队长同意了 开始吧 好 赵东和江凡对视一眼 然后喊来两个体力不太行的学员 让他们跟着自己往前加速赶 新 第五十六章 到达极限 江凡把自己的枪甩在后面 背着自己的背囊 前面也抱着一个 赵东也是一样 学员的枪自己背着 然后 四人开始加速往前跑 学员们没有了背囊的重力束缚 速度也跟上来了 短时间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李浩和林涛两人也知道了江凡这计划 都有些担心的看着他的背影 老江这不得累死啊 老李 咱们要坚持啊 不能再给班长他们和江凡天负担了 林涛冲李浩沉声道 当然 李浩咬牙道 虽然咱老李身体素质不是班里拔尖的 但至少也是中等的 我能坚持 看到三班可以这样做后 一排长这边也安排一班和二班也可以效仿 包括后面二排和三排的也开始行动起来了 毕竟 这可是任务 如果最后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的话 他们也是要跟着挨法的 相互协助没有错 学校和部队也提倡这种行为 只是说 那些体质强的要累一些而已 江凡和赵东一人扛着两个背囊 带着两个学员在前面跑着 很快拉开大队伍几百米 那两个学员满脸羞愧 几次开口说要接过背囊 却是被赵东喝了回去 调整呼吸 保存体力 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赵东一边喘气一边说道 如果你们不想每次都需要人帮助 那任务结束后 就加倍训练自己的身体素质 是 我们以后 绝不会再拖累班级的后腿 两人含着泪喊道 很快 江凡和赵东便是带着两人 出现在离大队伍将近一公里外的山路上 江凡将背囊还给那学员 同时 他的背囊也给了赵东 这样可以让他更快赶回去 并且可以一人带着两个人过来 江凡 小心点 赵东嘱咐道 放心 没事的 江凡咧嘴一笑 然后深吸一口气 一把擦去脸上的汗水 便是快速往回赶 虽然他的体质很强 已经适应这种高压状态的体能训练 但跟着大队伍跑了这么久 现在又背着两个背囊 加速跑了一公里 身体说不类是不可能的 可是这还在他的身体承受范围内 虽然他可以向系统商城购买体力恢复液 但不到筋疲力竞和极限的时候 江凡是不会用的 因为要效过后 他虽然也不会出现虚拖现象 但对他的体质也没有明显增强 只有超越了极限 他的体质才能变得更强 到那时 再用体力恢复液也不急 返回图中 江凡也看到了一班二班 以及其他排的副班长 带着体质弱的学员先往前赶 喊了两句加油后 江凡便是赶回了大队伍中 好在这第一阶段的二十公里奔袭 那些山峰都不是很高 山坡也不是很陡 大部分人还能撑得住 班长 我回来了 江凡冲苏和汇报 此时的他 也是流了不少汗 也开始喘气 毕竟 这加起来 大部队也前进了将近十五公里 速度虽然没有在学校的时候 跟跑五公里那样那么快 但上下坡多 消耗体力也是很多的 好 辛苦了 苏和欣慰地拍了拍江凡的肩膀 老江 你怎么样 李浩使劲咽着口水 吃力地冲江凡问道 还行 江凡看了一眼他跟林涛 发现他们此时也是累得不行 但还能勉强跟上速度 你们坚持一下 还剩下最后五公里了 到达目的地 就可以休息了 林涛道 放心 我们一定坚持 不会拖扳机后腿 一边的李浩 也是重重点头 苏和道 你们两个 这回倒是硬起来了 哼哼 不过 你们可得给我硬到底呀 等会可别软 李浩立马回应喊道 来人吗 肯定要硬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他们又来到了一个几十米高的山坡前 江凡二话不说 一把抢过苏和抱着的另外一个学员的杯囊 班长 我来 你先休息一下 苏和赶紧道 不行 你刚回来 还没喘口气呢 给我吧 江凡道 我还有不少体力 你是咱班的主心骨 全班还需要你指挥呢 我们可以累到 但你不行 苏和拗不过江凡 只能由着他 然后 两人一边推着其他学员往上跑 一边不断地喊着加油 就这样 在江凡 苏和 赵东三人的来回协助下 最终 三班这边 以第一名的成绩 成功到达目的地 到达终点后 包括江凡在内 所有人都几乎已经累瘫 直接把杯囊丢在地上 一头栽倒 大口喘着气 吴海涛此时 也已经在终点等着他们了 三班不错 第一个到达 比预定时间还早了七分钟 吴海涛大笑道 这也就意味着 你们能比其他班级 多休息七分钟 咱们两点四十五出发 众人问了一下班长时间 现在是两点二十三分 也就是说 他们可以休息二十二分钟 苏和和赵东 都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江凡 对视一眼 眼里的意思不言而喻 他们清楚 如果没有江凡的协助 三班不可能第一个到达 甚至可以说 江凡为他们至少分担了一半的额外体力 相继的 其他班级也逐渐到达 以班为单位 在一处宽广的草地上休息着 各班牌长赶紧让他们 趁这个时间喝点水吃点东西 补充一下体力 然后放松肌肉 调整状态 因为今晚他们还有四十公里的山路要赶 此时的江凡 在到达终点后 身体也是到达了极限 耗尽了体力 后面的八公里 他不是在背着两个背囊 就是在用全力来拉着其他学员往前跑 耗费的体力 至少是其他人的两三倍 他快速打开了属性面板 发现身体属性这边 全部上涨了两个点 还不错 类似类点 但至少身体素质也进步了 可以用体力恢复液了 江凡缓了一下后 立即开启系统商城 兑换了一瓶体力恢复液 因为是全身补充体力的 一瓶也才刚好够用 他要趁这个百公里拉链 让自己一次次突破极限 从而达到身体素质提升的机会 新 第五十七章 要累死个人了 江凡融合了体力恢复液后 体力也在快速恢复着 此时 其他人也都在努力地恢复着 包括中队长在内 以及个班牌 恩此时也是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他们都在极力恢复着体力 已经被他们消灭了一半 当新生们想要喝多点水 吃多点东西的时候 却被班长制止了 现在才是拉链的开始阶段 你们就吃这么多 后面的时间吃什么 这点水 这点食物 是要支撑你们很长时间的 况且吃太多 喝太多 等一会儿继续长距离拉链的时候 你们的胃会受不了 中途会痛 随即班长 让他们脱掉鞋子 脱掉袜子 然后按摩一下自己的脚底板 可当众学员将袜子脱掉的时候才发现 他们中不少人脚底脚底板 竟出现了一些血泡 这是不可避免的 即便他们已经练了一个月的体能 但是现在他们跑的是山路 脚底下都是各种坚硬的小狮子 而之前他们训练的时候 都是在部队里面的跑道上 地面平坦 还比较柔软 穿那个是跑鞋 现在他们穿的却是军靴 真是相对比较硬 摩擦力比较强 这20千米跑下来 要是脚底板不磨出血泡 那还真是见了鬼了 当然 这也仅限于新生们 江凡这边 这一个月训练强度这么大 脚底板早就摸出了不少茧子 以及那些班长们 这四年来他们 每天都在进行体能训练 脚底板早就适应了这样的强度 当然 现在还不是将血泡弄破的时候 一旦弄破 那种疼痛的感觉 就会一下子出来了 留着反而不会那么痛 让他们这样坐着休息的时候 班长们也让他们相互之间 给他们的手臂 小腿 进行按摩放松 大部队就这样 在深夜的草地上 半躺在背包栏上 休息着 在休息的大概十分钟后 江凡立即起来 冲赵东说道 班傅 现在离开时还有十分钟 我们得出发了 赵东微微抬头 看了一眼江凡 立即明白他的意思 然后看向苏和 苏和看到 江凡那已经完全恢复体力的状态 不由惊恶无比 这才十分钟 你就变得这么精力充沛了 江凡一笑 班长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恢复力 你这变态 苏和和赵东对视一眼 均是无奈的苦笑摇头 二十公里赶过来 他们的体力 也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休息这十分钟 也不过恢复了不到一半吧 可江凡呢 精神状态 已经跟一开始出发的时候一样了 这恐怖的恢复力 让他们着实羡慕不已 江凡道 我个人建议 让体质相对比较差的 提前十分钟先走 这样可以为我们后面 剩下不少体力 不然 别说最后的二十公里了 就是这中间的二十公里 他们都未必能坚持下来 苏和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的意思 说完 看了一眼班里的那两三个 体质比较差点的 当即站起来 我去跟中队长请示一下 吴海涛这边 在听到苏和的建议后 也当即同意 并且喊来各班的班长 让他们也效仿三班的这种做法 毕竟 这次长途拉练 可不是一个他们八中队而已 而是全体新生 其他八个中队一起出发的 他们这些中队长 也是看带兵能力 来凭业绩的 如果其他八个中队 都按时到达了终点 只有他们八中队不行 等回去后 他不得被校领导给骂死去 现在各班的那些体质比较强的 都恢复了不少体力 让他们提前十分钟出发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各班班长接到建议后 也是纷纷开始安排 三班这边 江凡和赵东 除了背上自己的背囊之外 还背着两个其他学员的背囊 剩下一个三个学员相互扛一下 这样 这三个体质相对比较弱一点的 在轻装的快走下 也可以让自己在途中继续休息 提前十分钟走到话 等到大部队追上他们 以之前那速度奔袭的时候 他们估计已经走出去七八公里了 到时候 他们在坚持个几公里那样的奔袭速度 后面江凡等人 在协助他们奔袭完最后几公里 这样就完成了第二个二十公里 林涛和李浩还算可以 暂时不用出来 一行五人直接开始出发 做最先前的头部部队开始前进 而其他班级 有的四个人 有的五个人 都开始跟三班一样 先往前走 都是副班长带队 看着三班离开的背影 中队长吴海涛 也不得不感叹 江凡的体力恢复能力的变态 他们这些练了多少年的老兵 都比不上江凡这个新生 这次拉练完后 以江凡这样的表现 他们想不表扬都不行了 他们发现 每一项训练科目 江凡除了个人成绩拔尖之外 全都能起到带领班里 其他同学一起进步 或者协助他们完成任务的作用 这样的人 一旦下到部队后 用不了几年 绝对能成为一名 极为优秀的高级指挥官 就这样 一群人往前走了十分钟后 大部队这边 也下达了继续奔袭的命令 最后的结果 果然如江凡他们预料的那班 即便他们之前 已经完成了二十公里 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但最后 他们第二个二十公里 也在规定时间内 到达了终点 当然 三班这边 因为江凡的体力恢复 到了之前的巅峰状态 所以 最后 他为班长副班长分担的体力 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 在其他班的班长副班长 体力差不多耗尽的时候 苏和和赵东 尚且还能保存一些体力 而江凡这边 体力也消耗了七七八八 但也没有到极限的地步 他干脆就不对换了 要在第三个二十公里时候 让自己彻底突破一次 第三次开始前 大部队依然休息15分钟 而三班这边 依然是让他们休息了5分钟左右 就让体质相对较弱的 先走 我感觉 我们这班长和副班长的职位 还是让给江凡做算了 赵东看着江凡 招呼三班学员行动的背影 不由苦笑地冲苏和说道 苏和也是满脸苦涩 这小子体力是真的强 我们能做到的 他能做到 我们做不到的 他也能做到 这样的兵带起来很轻松 但也很有压力啊 赵东点头道 可不是 我感觉 他说的话 比我们这班长说的话 还权威 班里的学员更愿意听他的 知足吧 不说之前 就这次拉练 江凡为我们分担了多少体力了 苏和说着 指了指其他班级的班长副班长们 你看看他们 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多少了 咱们呢 存留的这些体力 在拼命奔袭个十公里都没问题 赵东感慨道 江凡怎么会看不出来 我们有多少体力 只是 他看我们是班里的指挥员 让我们保存体力 好冲刺最后一个二十公里罢了 所以 最后这一趟 咱们两人 真得拼命了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江凡也走了过来 直接道 班长 班副 咱们班的人 体力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哪怕是休息完这十五分钟 恐怕也坚持不了十公里 就得全部倒下 咱们得用一下策略了 苏和和赵东眼睛一亮 你还有办法 江凡一笑 带着一抹邪气 倒是有 两人看到江凡那笑容 不由一正 这小子想搞啥 江凡转身 走进一个草堆里 很快 拿着一根柔软的细边 冲两人到 最后二十公里的前面十公里 咱们就靠他来刺激学员们往前冲 直到将他们体力基本耗尽 再用之前的办法 咱们轮流来强推他们到终点 靠这鞭子 啥意思 两人一脸不解 江凡道 人在有生命威胁的时候 身体能爆发出巨大的潜能 就像是有一条恶犬在后面狂追 要咬死你一样 本来你只可以跑五百米的 但在生命受到威胁时 坚持跑个一千米 绝对是有可能的 这鞭子 虽然不能威胁到他们的生命 但也能带给他们巨大的疼痛 在他们无比身体无比疲惫的时候 精神也会变得唯靡不振 但如果能用鞭子抽打他们的大腿 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刺痛 就能让他们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 疼痛和愤怒 都能让人体爆发潜能 只要他们害怕疼痛 就能激发一些潜能 苏和和赵东文言 顿时眼睛一亮 新 第58章 把潜能全部逼出来 江凡说的这个方法 并不是不可以 这就跟打架一样 两人互殴 你的愤怒值得多少 可以让你自己爆发出的力量增加多少 也可以让你没有什么时间和神经意识 去感受到对方打到自己的疼痛 这样 就可以更好的爆发力量去持续攻击 这个用鞭子在后面抽打他们 让他们恐惧疼痛的到来 潜意识就不会去想累 只想着跑快点 来避免被打 当然 这样也不会持续很久 人也是有身体极限的 当他们那个极限达到了 即便你再怎么打他 他的钱能消耗完了 自然也就跑不动了 到那时 他们再对他们进行协助 或许就真的能在规定时间内 到达终点了 这个方法可行 试试 两人当即同意江凡的做法 江凡微感叹道 当然 如果用石弹在后面 对着他们的脚后跟射击 那就最好了 苏和 赵东 你当这是特种兵电视里的特种兵选拔啊 很快 三人就准备好了鞭子 赵东负责抽打体质较弱的 刺激他们先跑 江凡负责体质 还可以一点的 苏和负责体质相对好的 分好人后 赵东立即爬起来 让那三个体质最差的爬起来 这三人跑完了四十公里后 已经累得差不多了 就坐在那里休息 都差点睡了过去 班副 让我们多休息几分钟吧 没力气了呀 三人一脸苦刮脸 甚至累的汗都没有多少可以流了 少废话 赵东贺道 现在知道累了 平常让你多跑几圈 都跟要你们的命一样 你看看江凡 我和班长 我们不累 我们要付出的体力 是你们的脊备 麻溜的 给我滚起来 这次 你们自己背装备 我们不会帮你背 三人无奈 只能背了起来 在赵东的一声令下 便是开始小跑了起来 赵东跟着他们后面 看准时机 然后 啪 直接一鞭子 朝着其中一个学员的侧边大腿打去 那鞭子划破虚空的声音 令人心颤 当这一鞭子 抽打在那学员的大腿上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 一道惨叫声响起 那声音刚落下 赵东也已经朝着其他两人 各抽了一鞭 班副 你干嘛打我们啊 三人停下来 吃通的叫了起来 还敢停下 给老子跑 赵东又是挥舞着鞭子抽了过去 看到鞭子再次抽来 三人惊叫一声 拔腿就往前跑 班副 你要杀人啊 班副 别打了 我们跑 呜 当个兵还要挨鞭子 我要回家 三人一边喊一边跑 这边的动静 瞬间引起了大部队这边的注意 我去 还有这种方法 来刺激学员来跑的 各班班长都是一惊 而那些新生看到赵东挥舞的鞭子 都是忍不住猛抽眼皮 这也太狠了吧 三班长 这是怎么回事 吴海涛看到这一幕 也是转头看向了苏和 苏和呵呵笑道 中队长 没啥意思 就是一种逼他们把潜能释放出来而已 吴海涛一正 然后看了一眼江凡 似乎也猜到了什么 你们啊 行 能完成任务就行 不过 你们也住一点分寸 可不要打坏了 苏和赶紧道 放心吧 挨几鞭子而已 没事的 三班的学员文言 也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然后转头看向了苏和和江凡 当看到他们两人手中的鞭子 和嘴上的邪笑后 不由倒吸了一口寒气 不是 班长 我们这些 不用挨鞭子吧 林涛咽了咽口水 小心翼翼地问道 苏和摆摆手 你和李浩不归我管 你问江凡 说说 两人目光移到了江凡这边 两个赶紧挪动屁股 一副讨好的神色 老江咱都是好兄弟 一 你不会也像班父那样 对我们这么凶残吧 不会 江凡果断摇头 听到这话 两人都松了一口气 刚要夸江凡是好兄弟 难想到 江凡却是继续说道 我会比班父更凶残 啥 两人顿时气的大骂 老江 你可不能这样啊 咱们三人 可是号称八中队的铁三角啊 你怎么忍心打我们 江凡不为所动地道 你们现在的体力 支撑不了你们跑完这剩下的二十公里 到时候肯定还得我来帮你们 为了我不那么辛苦 自然得逼着你们多跑一段路 当然 如果你们能一口气跑到底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那自然不用挨打 如果不行的话 我保证 你们两个肯定是班里面鞭痕 最深最多的两个 江凡你大眼 两人怒气冲冲地瞪着江凡 江凡贪贪手 无所谓地道 你们可以休息时间到了再跑 也可以 现在就去跑 我三分钟后去追你们 如果被我追到 那就很抱歉啊 嫌疑人来 三边热热身 卧槽 两人猛然站起来 江凡你认真的呀 啪 江凡用大力猛地挥了一下鞭子 那刺耳的鞭子 划破空气的声音 让得两人心脏猛然跳动了一下 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冒起来了 江凡淡淡道 力气 就比现在这个大一倍吧 当然 你们也可以不相信 不过 我劝你们好好回想一下 从认识我来 我是否在你们面前说过大话 两人想了一下 好像还真没有 这家伙 对自己都那么狠 何况是别人 老江 你够狠 两人对视一眼 便是快速开始着装 那速度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们没有跑过 刚才那四十公里呢 两人二话不说 转身就往前跑 因为现在 也有着其他班级跟着出发了 他们两个往前跑 也算是加在队伍中 自然也不再需要班长们跟着 苏和和江凡对视一眼 均是露出了一抹得意笑容 目前来看 至少这种方法 已经初步奏效了 其他班长也在考虑着 要不要学一下三班 而在三分钟后 江凡也起身了 班长 我出发了 去吧 小心点 苏和笑道 是 江凡当即朝着林涛和李浩 追了过去 那速度 比起他们 都要快上一倍 巴中队这边 看到江凡的速度 都不由砸了砸嘴 大骂他变态 就是连各班的班长 都自愧不如 一分钟左右 林涛和李浩就看到了江凡的身影 我去 老江那家伙追上来了 跑啊 林涛大声喊道 跑了这么一顿 他们也感觉很累了 毕竟前面跑了四十公里 这才休息多久 就开始了 就是一头驴 也要累掉半条命 可以想到江凡手中的鞭子 双腿仿佛又生出了不少力量 速度比一开始 还快了一点 只是 他们再快 也不可能有江凡快 又是一分钟过后 江凡已经离他们不到五十米了 直接在后面冲他们大声喊道 你们两个再不加速度 我就追上来了 老 老江 你不要 不要跑那么快啊 我们已经接 竭尽全力了 李浩断断续续的声音 从前方传来 其他班级的人看到这三人 你追我赶的 都是一脸猛逼 都跑了这么久了 居然还有这么大的精力来玩这个 江凡可不管那么多 还是按照他那个速度跑 很快便是追了上去 两人想要转头看一下 江凡追上来没有 可是 一转头 就看到一鞭子 朝着他们抽来 啪 江凡第一鞭 直接抽在了李浩的大腿上 啊 李浩顿时吃通地跳起来 同时不忘 使尽全力往前跑 江凡 你大爷 你来真的啊 疼死我了 一边的林涛看到李浩被打 知道江凡接下来就要抽自己了 也是吓得猛然加速 这时候 哪怕他们是再累 也硬是拼命往前冲 一路上 他们超过了好几个班级 当这几个班 看到江凡拿着鞭子抽人 能起到这么大的效果后 也都是纷纷效仿 赶紧找鞭子 找不到的 就干脆将自己的军用腰带给解下来 卧槽 班副 你要干嘛 班副 别打呀 我跑 我跑还不行吗 卧日 痛死了 班副 轻点啊 顿时间 那些先头部队先跑的队伍中 传来一阵阵哀嚎声 但他们的速度 也比一开始快了一些 甚至连他们都感觉 身体似乎多了一些力气 新 第59章 超越极限 紧接着 大部队这边也出发了 留在最后面再跑的 一般都是体质最强的一批 可即便这样 前面毕竟也奔袭了40公里 这20公里 想要跑完 也得拼了老命才行 江凡和赵东 不断地拿着鞭子 抽打着林涛等人 五人一路被抽打 疼痛让他们在短时间内 仿佛都忘了疲惫 慢下来了 就一边过去 又能多支撑个一两百米 包括其他班级的学员也是一样 被抽打之后 速度也明显比之前要快了 只是 任何的疼痛 在身体进入极度疲惫 前登基本被消耗完后 就会变得麻木 你再怎么对他们进行抽打 也感觉不到多少疼痛了 这也就到了最终的极限 而这时候 他们已经跑出去了将近十公里 还剩下最后十公里 没办法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江凡喘着粗气 沉声冲赵东沉声道 此时的他 因为第二个20公里消耗太多 现在也是极为疲惫了 但两世为军人 那种强大的意志力 自然不会轻易允许他倒下的 赵东也是重重点头 那开始吧 死也要死在终点 两人对视一眼后 便是各自在背起一个学员的背囊 少了背囊 那体质弱的学员 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 速度也快上了一些 两人还是按照之前的老样子 各自带着一人 往前加速赶 然后再折返回来 带其他人 此时 哪怕是林涛和李浩 也几乎到了极限 其他班级也是一样 一个个都已经累到了极致 中队长吴海涛 也是一边喘气 一边拿着大喇叭冲他们吼 让他们加油 不要放弃 声音刺耳 也让得学员们 保持着一定的清醒 一趟 两趟 三趟 每个班的班长 都跟江凡他们一样 带着一个 已经快动不了的学员 往前赶 大概一公里后 让他们继续往前奔袭 然后折返回去 继续带下一个 现在 讨厌的 不仅仅学员们的 谨慎的那点体力 还有班长们的意志力 可以说 一趟拉练下来 班长们需要比其他学员 多跑三分之一的路程 而且 负重更多 终于 在历经了一个小时后 大部分人 都按时到达了终点 此时 太阳已经露出了半边脸 天色也逐渐变得明亮 当然 每个中队这边 也有四分之一的人 还留在后面 没有按时到达 那些没有按时感到的 回去后 迎接他们的 就是加倍的体能训练 八中队这边 也是一样 除了三班之外 其他个班 都有一两个 还在后面 挣扎着往终点来 因为三班这边 有姜凡拼命协助 这才赶在最后一分钟 全员按时到达 当到达终点之后 几乎所有人 都全部雷摊在地上 包括姜凡在内 他们是连抬手的力气 都没有了 而姜凡 也是通过这后面的 两个二十公里 彻彻底底地 让自己超越了身体极限 微微闭着眼睛 全身放松休息的时候 他也打开了 系统属性版面 发现 这一次的极限超越 让他涨了0.5个点 也就是说 他现在达到了 18.7身体属性 比昨晚 足足涨了0.7 别小看这0.7 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已经是常人近两倍 虽然离特种兵还差一点 但也算是特种兵以下 非常牛逼的体制兼兵了 特种部队的选拔 经过两周的魔鬼极限训练 尚且也是为他们 提升了三四个点罢了 姜凡现在仅仅一晚上 就涨了0.7 算是非常不错了 姜凡本来还犹豫着 是否要兑换体力恢复液 来恢复一下身体状况 这时 钟队长的生意传来了 所有人 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 然后席地休息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后 继续出发 听到这里 在场的学员们 差点没有忍住 放声痛哭起来 一晚上60公里 差点要了他们的命 而且 还是一晚几乎没睡的情况下 现在的他们 是又困又累 现在终于可以闭上眼睛 好好地休息三个小时了 姜凡听到 也干脆不浪费军功值点数了 直接睡三个小时 多少也恢复一些体力了 醒来后再急行军的话 应该不会像昨晚这样 要求速度那么快了 应该会跟以前在部队一样 只是正常地行走 翻山越岭 这样的话 对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事 很快 休息现场便是响起了 阵阵呼噜声 学员们都累极了 刚闭上眼睛 就睡了过去 班长们也是一样 而在他们睡着的时候 其他那些相继赶到的学员 也相继到达 三个小时后 随着一道刺耳的哨声响起 新 第六十章 坚持坚持再坚持 哨声响起后 接近一半的新生 跟快速地爬起来 经过一个月的训练 他们对哨声 已经十分敏感了 哪怕在沉睡阶段 一旦听到有这样的声音 也会立即惊醒 全体集合 中队长吴海涛的声音 在现场轰然响起 所有人快速着装 五分钟后出发 新生们一边快速着装 一边嘀咕着 这真是要人命啊 这才休息多久啊 体力还没恢复多少呢 又要开始训练了 可不是 这三个小时 我感觉整个人 都是像在梦游一样 就是连做梦 都是在山里面 一直走一直走 完全看不到尽头 现在的众人 虽然说休息了三个小时 但还是感觉 双腿软绵绵的 身体提不起多少力气 可作为军人的他们 既然命令下来了 哪怕还剩下一点力气 他们都要执行 江凡这边恢复情况 比他们要好一点 虽然只有 那三分之一左右的体力 但这也足够了 当然 只要不是不像昨晚那样 快速地奔袭就可以了 很快 八中队以及其他中队 都已经集合完毕 中队长吴海涛 冲八中队所有人大声说道 昨天晚上 虽然只有三班 一个班级全员 暗示到达目的地 但其他班级落后 也不是很多 对于第一次 进行这样强度的急行军 这个成绩 对你们来说 也算是不错了 但是 今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们还要继续 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吴海涛是声音一出 下面的人 顿时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不断地发出 阵阵哀嚎声 吴海涛文言顿时大怒 都在这里叫惨什么 不要忘了 你们是军人 这点苦都受不了 来当什么军人 干脆回家算了 我告诉你们 既然选择来这里当陆军 那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步兵就是要跑的 不仅仅是在军校 等你们下到部队之后 要训练的东西还更多 现在不打好基础 下到部队之后 怎么带兵 顿时间 众人都不敢再作声 吴海涛扫视全场一眼 哼了一声继续说道 五分钟后 我们大部队将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距离15公里 两个半小时内到达 众人闻言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两个半小时15公里 对他们来说 其实就是走路过去 不会再像昨晚那样拼命的本西 这样的话 他们也不会再消耗多少体力 应该都可以按时到达 现在各班休整一下 准备出发 老江 你现在还有力气吗 林涛冲江凡问道 江凡看了他一眼 还行吧 两个半小时 走完这15公里 应该是没啥问题 一边的李浩也跟着说道 希望这中间 不要出什么幺蛾子 否则就我们这点体力 别说两个半小时了 估计给三个半小时都到不了 江凡拍的拍他的肩膀安慰 怕啥 兵来降荡 水来土野 昨晚那么艰难 咱们上班都挺过来了 这15公里两个半小时 还怕走不过去 想到昨晚那几乎要了 他们的命的60公里 顿时间 众人信心倍增 江凡一笑 没有再说什么 人就是这样 当你经历了一次大磨难之后 再遇到一点小磨难 就完全不会再放在心上 都是当兵的 咬一咬牙 有什么挺不过去的 很快五分钟时间到 在中队长吴海涛的一声令下 大部队再次往前出发 此时已经是中午11点 太阳已经很大 这个才是考验他们的时候 昨晚考验的是 他们的体能和意志力 但是 中队发的水和食物是有限的 昨晚那60公里 他们已经把水和食物吃的 差不多了 留给白天的 已经没有多少 但白天太阳这么大 他们不知道要留下多少汗 这时候就要考验他们的 耐热耐饥渴的能力了 很快 他们就走了几公里 但这时 他们已经是大汗淋漓 一个个渴得要死 钟队长说过 在没有完成最终的任务之前 他们只能喝水 湖里的水 以及包里的食物 现在他们的模拟状态 就是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 哪怕他们路过不少山里面的村庄 以及小镇 看到有小卖部 或者山泉之类的 也不能去买具装水 现在的他们还有体力 但却十分的渴 苏和冲他们说道 让你们昨天晚上少喝点水 你们不听 现在知道渴了吧 林涛中班长问道 班长 咱们还要到底走多久啊 这都一晚上喝一个上午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冲不下去了 要是有谁有食物还行 可现在你看 我们身上还剩下点什么 苏和直接说道 你问我 我问谁 目的地只有钟队长知道 要不你去问钟队长 林涛顿时缩了缩脖子 这时候去问钟队长 不得被他骂死 还是算了吧 说着林涛看上班里的其他学员 问道 哥几个 你们谁水壶里还有水啊 早就喝完了 哪里还有水 众人都下意识地晃了晃水壶 根本听不到一点水声 然后 众人都下意识地看向了江凡 江凡白了他们一眼 昨晚我消耗了 比你们多两三倍的体力 流了不知道多少汗 你们认为我水壶里 还会可能有水吗 众人闻言 觉得也是 昨晚那种情况下 江凡可以说是整个中队 甚至可以说是 整个新生队伍里面 体力消耗最大的 比班长副班长他们还要大 没办法 众人 只能忍着继续往前走 太阳越来越大 众人也越来越渴 可是没办法 他们的水壶已经没有水了 继续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后 忽然前面出现一阵骚乱 发生什么事了 好像是有人晕倒了 这天气这么热 大家又这么渴 晕倒也是很正常 估计是中暑了 在众人讨论的时候 吴海涛的声音 便是从前面传了出来 赶紧把包包到阴凉处 给他喝点水 上衣全部解开 卫生员呢 赶紧过来 顺便通知校医 把车开过来 把人接走 众人都是好奇地 伸长脖子往前看 然后便是看到 一名学员满头大汉的 被抬到旁边树荫底下 都看什么看 赶紧往前走 我告诉你们 就是导你们 也给我导在终点 吴海涛严厉的声音 再次传来 新 第六十一章 到达最终目的地 苏和转头看了看自己 把你的学员 发现他们已经有好几个 因为壳的不行 随时都有中暑的迹象 无奈 他跟赵东对视一眼后 便是拿出自己的水壶 赶紧的大家少喝一口 不要喝太多 苏和从三班成员喊道 上班成员拿起 他们两人的水壶 发现还有半壶水 我去 班长班副 你们昨晚到现在 居然只喝了半壶水 这也太牛了吧 苏和不耐烦地喊道 让你们喝就喝 哪来那么多废话 都不想喝是吧 不想喝拿回来 喝喝喝 他们已经渴得不行 现在有水怎么能不喝 如果只是剩下一点 他们倒是不好意思 但现在 如果不补充一点水的话 他们估计也要倒下了 当然 他们也不会大口大口地喝 每个人只是小敏一口之后 便是往下一个人递过去 可当水壶传递到江凡手中的时候 江凡却是没动 直接递给下一个 赵东微微皱眉 江凡你不渴吗 江凡回道 还行 我现在还能撑得住 赵东犹豫了一下 也没有说什么 毕竟江凡的体质 比他们还要好 那等会你渴了 再问我要 赵东说道 江凡点了点头 三班学员喝了一口水之后 状态明显比之前好了不少 其他班级这边 他们的班长副班长 水壶中的水也 还有不少 都纷纷拿出来 给自己班成员喝了一点 当然这还是避免不了 因为天气太热 以及学员太过疲惫 中暑倒下的 一路上 他们都可以看到 好几辆学校的救护车 开过来 将中暑的人接走 这时候众人才发现 虽然给了他们 两个半小时时间 15公里 一开始还以为很轻松 可是在缺乏水源的情况下 天气又这么闷热 却是不比昨晚轻松多少 最后 这15公里 众人还是按时到达了目的地 可是还不等他们松了一口气 中队长又是宣布 所有人休息一个小时后 要连续走20公里 在下午6点之前 到达最终目的地 所有人都没想到 居然还有20公里 现在已经将近下午2点 休息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 三点左右就要出发 他们只有三个小时时间 而下午的太阳 会比中午更热 三班的注意了 认为自己已经不太行的 就休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后 跟随班父先行出发 苏和中三班所有人说道 没办法 他们只能选择 跟昨晚一样的方式 虽然只剩下最后20公里 有三个小时时间 但现在的他们 已经疲惫的不行 又可又呃 想要在三个小时内 走完这剩下20公里 就跟他们昨晚跑完 最后20公里 差不多一样难 当然了 如果有足够的水 和食物的情况下 他们都能坚持 可现在 但想到这是最后的20公里了 中人的咬了咬牙 没有再说什么 暗自发誓 不管怎么样 都要坚持到最后 不仅三班是这样 其他班级也一样 对他们的成员 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现在 不仅是学员们 已经没水了 就连班长们的水壶 也是空空的 想要坚持到最后 只能靠他们自己的意志力 很快半个小时过去 三班这边 没人愿意继续休息 而是全员一起前进 见到上班这样 其他班级的人 也干脆都不休息了 纷纷提前出发 中队长吴海涛 自然愿意看到这样的行为 毕竟 作为中队的主官 他的任务 就是要带领全中队 按时到达最终目的地 就这样走了 大概将近一个小时后 三班这边 那体质较弱的几个人 明显已经快支撑不住 不行的话 就休息几分钟 咱们还够时间 苏和看到他们的样子 也有点担心 他们等一下会中暑 或者体力不知晕倒 到那个时候 哪怕是他和副班长 也没有力气 再帮他们扛着装备到终点 班长 我们没事 还可以坚持 只是现在渴得太难受了 那几个体质较弱的学员 也不想拖累全班 继续努力地往前走 再忍忍吧 现在我们这边也没水了 苏和无奈说道 喝我的吧 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众人纷纷转头看去 发现江凡打开的水壶 递给的那几个体质较弱的学员 老江 你居然还有水 之前你不是说 在昨晚就喝完水了吗 林涛瞪大眼睛 惊讶地看着江凡 江凡笑道 当时如果不这么说的话 你们看到我水壶中有水 肯定忍不住来问我要 如果当时给你们了 现在你们喝什么 众人 林涛接过江凡的水壶晃了晃 然后难以置信地看着江凡 我去 你居然还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水 昨晚到现在 你就喝了三分之一 包括班长班副在内的 其他人听到这话 你都是无比震惊地看着江凡 江凡则是笑道 你们都知道我这人出的汗 也没有你们的多 奈汉奈可的能力比你们都强 可你这也太变态了吧 众人都难以置信 江凡赶紧催促道 不要废话了 赶紧喝吧 咱们班一定要争取像昨晚一样 一个不落的到达终点 众人重重点头 也没有辜负江凡的好意 拿起水壶各自喝了一口 班长班副这边 也各自喝了一小口 之后 水壶回到江凡手中 还剩下三分之一 江凡也没有喝 他当然也渴了 但还能撑得住 只是其他班级 就没有像上班这么好运了 一个接着一个体力不支 或者有点重数 只能坐上救护车 直接到达目的地 但这样 也意味着他们班 有成员掉队了 终于 上班在相互协作上 提前了15分钟到达终点 他们也是大意心声中 没有一个掉队的班级 更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班级 我去 这终点居然是在海滩上 三班成员顾不上疲惫 一个个都是露出的惊讶的表情 这时 班长苏和从他们说到 这片海滩 是我们学校的海训场 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们将在这里进行海训 新 第62章 这不是要人命吗 海训 三班学员 一蹶一拐地往前走了几十米 然后便是隐隐可以看到 远处有不少海训中需要的装备 400米渡海登岛训练 海上的距离浮标 还隐隐看到有军旗在飘扬 特么的 咱们大老远吉星军百公里 就是来这里参加海训来了 可我们身上的这些装备 都是陆军用的 泳裤泳衣泳镜之类的都没有呢 众人一脸猛逼 泳裤 李浩脸色微微一变 这海训 不会要下海游泳吧 众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这不是废话吗 当兵之前 你没听过武装求度吗 没有游泳 海什么训啊 李浩 江凡也看出了李浩的意思 拍了拍他肩膀道 不会游泳没事 咱可以学 在海里学游泳 是最轻松的 因为海水密度高 相对淡水能浮起来更快 李浩一脸苦瓜相 可我是彻头彻尾的汗鸭子 一边的班长苏和 看向三班众人问道 咱们吧 还有谁不会游泳的 我 还有我也不会 两个学员举手 还行 五个会 三个不会 苏和点了点头 没事 到时候 中队会统一组织训练 多喝几口海水 就会了 不会游泳的李浩三人 在他们一边坐在沙滩上 吹着海风休息的时候 后面的大部队也逐渐到达 你们三班 真是变态 居然一个人都没有落下 八中队的其他人 都冲八班的人竖起拇指 二十分钟后 各大中队 除了一开始体力不支 或者中暑的 被车送走的人外 其余人都已经到达 休息了十几分钟后 各中队也开始集合 报告 一排应到三十一人 十到二十七人 其中 一班和二班有两人因为中暑 被提前送了回来 完毕 报告 二排应到三十一人 十到二十八人 其中 四班 五班 六班 各有一人中暑 提前送了回来 完毕 三排应到 随着各排长的汇报 人数也基本算清楚 除了三班全员到达之外 其他班级 不仅有人调队 还有几个班级 没有按时到达的 吴海涛听完各排汇报后 大声道 在这里 我要重点表扬三班 昨晚开始到现在 三班的凝聚力 是全中队最好的 每个阶段性的任务 他们都能按时完成 没有一人调队 据我所知 三把也是全区队 唯一一个 没有调队的班级单位 值得各班学习 说完 吴海涛率先鼓掌 其他班级 也是跟着热烈鼓起掌来 三班的学员 此刻别提有多高兴了 当然了 他们也都清楚 之所以没人调队 每次都能按时到达 多亏了江凡和两个班长 特别是江凡 一路上不断地帮助他们 其他班级 只有班长副班长能协助 三班多了一个江凡 那效果完全就不一样了 吴海涛抬抬手 让大家安静下来 然后继续道 当然 其他个班 虽然有人调队 也有人没有按时到达 但我也看得出来 你们都竭尽全力了 不过 这不代表你们不用受罚 至于什么惩罚 后面再说 现在 我要宣布一件事 那就是 我们接下来的训练 未来的一个月 我们都要留在这一片海训场上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海训 海训的内容包括 渡海登岛战术演练 沙滩体能训练 武装求度等等 除了训练之外 我们的衣食住行 全部都是在海滩和海岸线上进行 等会 各排开始搭建帐篷 完了后 准备晚饭 解散 是 随着吴海涛的一声令下 各班牌被带走 一个排一个单位 开始在比较平缓的沙滩上 搭建帐篷 当然 这不是个人那种小帐篷 否则 晚上海风这么大 随时都可能被吹走 而是那种 能够住下30个人的大帐篷 一个排一个 不仅是8中队 其他中队 也在沙滩上开始搭建 一眼看过去 是望不到头的帐篷 全部在沙滩的最边缘搭建 完了之后 学校这边 也安排好了餐车过来 开始给各班分配晚餐食物 经过一天的饥饿和训练 学员们不知道 多想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 每个班 两大盆菜 一大盆饭 围在沙滩上吃 不知道吃的有多香 直到完全吃饱之后 他们才感觉身体 终于有了一些体力 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 之后 中队又搭建了一个 洗澡洗漱的帐篷 各班学员都洗漱完毕后 在吴海涛的命令下 穿着运动服出来集合 中队长笑着冲大家说道 现在才晚上八点 离睡觉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 这里的天气这么好 海风又凉爽 不出来活动活动 真是浪费了是不是 众学员文言 顿时脸色一变 不是吧 还要训练 这不是要人命吗 吴海涛看到大家的表情 不由哈哈笑道 看把你们吓的 我有说活动活动 就是训练吗 市区队长 让我们七八九三的中队 集合在一起 搞个连环小聚会 拼一下歌的 表演一下个人才艺之类的 反正 你们有什么才艺的 都可以来跟我申请 然后上去表演 到时候 区队会评比最好的节目 获得者将会有额外的奖励 我可跟你们说 这是三个中队的活动 你们可得给我好好搞 要是让我在区队长 和其他两个中队长面前丢脸了 回来我就让你们脱皮 现在 给你们各班三分钟 每个班报上来 一个节目 没有的 五公里伺候 吴海涛话音刚落下 各班便是快速套路了起来 咱们三班谁有才艺 也别藏着掖着的 赶紧的 说吧 苏和冲三班的成员说道 可三班学员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没人说话 都没有才艺是吧 那好 那我就直接跟中队长 申请五公里了 新 第六十三章 军中绿花 到时候其他班在那里 唱歌逍遥快活 我们班再就沙滩上 跑五公里 别啊 班长 三班众人顿势急了 大家伙赶紧想想 有什么才艺吧 唱歌可以吧 李浩问道 说着 自己就唱了两句 当场被苏和喝了回去 就这你歌声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家杀猪呢 你们几个呢 会不会唱 我会 但不记得歌词 滚 我唱的比李浩还差 我会听 几个学员纷纷表达 也有其他两三个学员没说话 虽然会唱 但他们没有那个勇气上场啊 宁愿去跑个五公里 都不想上台啊 叮 发布任务 宿主上台表演才艺 唱一首 军中绿花 完成任务 将会获得相应的奖励 系统的声音响起 江凡不由一正 我上去唱歌 系统 虽然这首歌我是会唱 歌喉也算不错 可我总不能轻唱吧 系统 只要宿主接受任务 可奖励宿主乐器 出级精通 还有这种好事 江凡一喜 行 这个任我接了 江凡刚答应 系统这边的奖励 便是立即到位 顿时间 江凡只感觉 无数的乐理知识 和乐器操作知识 快速融入脑海中 就像是这些知识 和操作手法 自己早就精通了一样 不然 我试试 这时 江凡忽然开口道 他的声音一出 现场都是 安静了下来 纷纷看向他 江凡以为他们不同意 又道 那还是算 可他还没说完 苏和当即拍板 就这么定了 江凡上去唱歌 江凡 这么随意的吗 好歹你先让我唱两句 试试行不行啊 很快 各班开始报节目 有三分之二的班级 都是报的唱歌 但都唱歌的话 哪里还有什么好看的 只能抽两个唱歌的 不用说 江凡作为八中队 甚至是全校新生里面的名人 这个名额 少不了他 还有就是五冲 也是唱歌 也被选上了 再有两三个节目 就是武术表演 或者吹笛子之类的 随着一声哨声响起 各中队赶紧去集合 三区队的所有人 都集合完毕后 区队长便是走了出来 大声笑道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这次集星郡 咱们区队的完成率 是第一 我很高兴 所以今晚 咱们就搞一下小聚会 让大家吹着海风 一边休息 一边开心一下 废话咱也不多说 各中队 开始整一下队伍 咱们就围成一个大圈 争取每个人 能看到场上的表演 开始吧 区队长声音落下 各中队便是快速整理队伍 很快便是形成了一个大圆圈 圆圈内摆放有一些乐器 比如笛子 口琴 吉他等 不仅是三区队 一区队和二区队这边 相差也是五十米左右 也在围起来搞活动 开始上去的表演的 是二排的一个学员 上去打了一套武术 将气氛一下子点燃 引向了高潮 然后就是两个唱歌的 其中一个 便是武冲 这家伙看起来虽然比较强壮 性格很是好胜 但歌声还是十分好听的 武冲不错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明星偶像 武冲我爱你 太好听了 现场的学员们纷纷呐喊 武冲向所有人敬礼之后 然后便是其他中队的上去表演 过了十几分钟后 终于轮到姜凡上场 姜凡 你也有节目给我们表演啊 区队长看到姜凡 不由一笑 看得出来 他也是十分喜欢姜凡 没办法 谁让姜凡这么优秀 不说其他的 单单那个实弹射击 姜凡步枪和手枪的射击 都是满环 就给他们整个三区队争脸了 姜凡回道 是 我给大家唱一个首歌 这家伙也唱歌 下面的武冲文言 正问一下 哼 训练训练我比不过你 但唱歌你 绝对不如我 可怜的武冲 也只能在才艺表演上 想压姜凡一头了 刚才他唱的歌 不管是歌声还是歌曲 都十分优秀 至少目前还没人在这方面比得过他 可以啊 需要伴奏吗 主持人拿着话筒 冲姜凡说道 你要唱啥歌 我这里都能帮你找到伴奏 这个世界有 《君中绿花》这首歌吗 姜凡一正 当即 他给主持人报了一下歌名 唱军歌吗 众人都是一正 可是这歌名 咱怎么都没听过 学员们和各班班长 都微微一正 主持人也是快速 用音乐软件搜索了一下 发现并没有这首歌 姜凡同志 你确定这首歌 发布过在网上 我怎么搜索不到 主持人冲姜凡问道 那可能是没发布吧 我也是在论坛上听过的 姜凡道 这样 要不我自己找个乐器来伴奏吧 老江这家伙还会乐器 三班的学员都是一惊 行 那你要什么乐器 姜凡看了一眼放在旁边的一堆乐器 然后目光落在了二胡上 他直接走过去 就二胡吧 二胡伴奏唱歌 这也行 众人文言顿时傻了 不行吗 姜凡看到众人的反应 然后冲也有些发愣的主持人问道 主持人很快反应过来 可以可以 不过 我有点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歌 需要用二胡来当伴奏 下面 就让姜凡同志来给我们表演 用二胡来伴奏的《军中绿花吧》 说完 主持人便是让出了位置 姜凡拿着二胡 让主持人帮忙拿过来一个椅子坐下 在他前面 也有一个立起来的麦克风 所有人都期待地看着他 姜凡深深吸了一口气后 便是开始启动乐器精通技能 紧接着 二胡声响起 悠扬婉转的琴声 瞬间传入众人的耳膜中 与之前的人表演的风格不同 姜凡的二胡 带着一丝丝略显感伤的韵色 众人不禁都仔细竖起耳朵聆听起来 随后 姜凡表情冷峻 提了提麦克风 跟着悠扬的二胡声 缓缓开口吟唱 新 第六十四章 把所有人都唱哭了 寒风飘飘落叶 军队是一朵绿花 亲爱的战友 你不要想家 不要想妈妈 原本还稍显喧闹的现场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虽然当下是炎热的夏季 寒风中愤然怒放的绿花 体现出了军人们不畏艰难险阻 迎难而上的大无畏精神 众人内心的激昂之情 一下子被点燃了 后两句歌词 让众人们联想起了远在他方的家人 不由的思念涌上心头 目光中流露出思思动容之情 生生我日夜呼唤 多少句心里话 不要离别是两眼泪花 军营是咱温暖的家 妈妈你不要牵挂 孩儿我已经长大 站岗执勤是保卫国家 风吹雨打都不怕 姜凡的声音沉稳 每一字每一句 都精准地传入了现场众人的耳膜中 这一段 向众人唱出了军营铁血男儿 夜里内心的真实想法 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 那份柔软的情怀 是啊 多少个日日夜夜 在风餐露宿的野外 躺在帐篷中 眼泪不知不觉就落了下来 只有在夜深人静 万籁俱祭的时候 他们心中的那份思念 才能完全释放啊 他们都是抑制尖如钢铁的男儿 哪怕是再大的风吹雨打 也都要坚定地背负着 这份深深的思念 保家卫国 勇往无前啊 此刻 很多新生听到这里 都已经忍不住潸然泪下 虽然来军校 只有一个多月 但从未离开过家里的他们 早就非常想念父母 特别是在训练很苦的时候 更是能体会到 父母的不容易 今晚 姜凡又是在他们 比较疲惫的时候 唱了这首歌 自然能最大限度地 引起他们的共鸣 因为用的音响 声音不是很大 但也能传出一两百米 一区队和二区队这边 也在表演着 刚好没有唱歌 相对比较安静 姜凡的歌声 恰巧传了过来 好动听的旋律 那是三区队唱的吗 一区队和二区队的新声 班长们听到声音 都下意识地竖起耳朵 仔细地聆听着 甚至在场上表演摔跤 军体权的表演 都没有人再注意去看 这是绝了个歌词 看似简单 却直戳人的心窝 没想到这姜凡的音乐 素养这么高 看着场下的众人 都在聚精会神地 听着她唱歌 姜凡脸色依旧沉稳 继续唱下去 忠心地祝福妈妈 愿妈妈健康长寿 带到庆宫时再回家 再来看望好妈妈 故乡有位姑娘 我时常梦见她 军中的男儿也有情啊 也愿伴你走天涯 这段歌词 再次向众人 呈现了军人的铁骨柔情 在外奔波的军人们 无时无刻 不再思念着家中的母亲啊 前两句歌词 表达了军人们 强烈的思念之情 后两句表达了 自己希望早日功成名就 凯旋而归 回到家中 见到那个日思夜想的人的愿望 最后四句 表达了军人 对家乡的那位伴侣 深深地依恋之情 常年在外奔波 大多数的时候 也只有在梦里相见了吧 多么希望 自己能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牵着爱人的手 漫步于夕阳的晚霞下 军人对家中 亲人的深刻情思 通过这几句歌词完整 而又精准地表达了出来 她太懂我们的心思了 姜凡情商真是拉满了 这首歌真是惊艳到我了 姜凡真是被当兵耽误的专业歌手 二胡演奏的声音还在继续 姜凡的歌声仍然回荡在耳边 只因为肩负重任 只好把爱先放下 白云飘飘带去我的爱 军中绿花送给她 最后一段 表明了军人自己 以国家大任为重的思想觉悟 先有国 后有家 保卫国家永远是自己的第一要务 个人感情永远是低于国家利益的 但是 这不代表军人会忽视自己的感情 既然没办法相见 那就让白云与清风化作一朵绿花 烧上自己的思念 传达到爱人的身边 随着悠扬的二胡声慢慢变小 姜凡的演唱结束 虽然姜凡唱完了 但是这首歌的旋律以及歌声 仍然回荡在现场所有人的脑海中 久久不能散去 就连一旁的主持人 也久久不能平复内心的动荡 一时间愣在原地 哑口无言 现场的所有人 几乎都已经被感动得潸然泪下 这首歌唤醒了他们 压抑在心底许久的那份炙热的感情 这种有爱而无法言语的痛苦 在这一刻完全释放 这首歌不拿第一 天理难容 姜凡 等会请务必教我唱这首歌 我回家以后唱给家人听 长这么大 我是第一次听歌听哭了 刚才还得意洋洋的舞冲 这会儿也没有作声了 呆呆地站在原地 表情呆滞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这是他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打击 曾经的他自诩自己的歌迹过人 现在 一股强烈的无力感涌上心头 虽然比赛还没有下定论 但是 他心中已然明白 自己败了 彻底地说了 啪啪啪 不知什么时候 沉寂许久的现场 顿时响起了阵阵掌声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眼眶发红的热烈鼓掌 就连区队长 各个中队长 指导员也是眼含热泪 姜凡唱的 不就是他们所经历的吗 他们在部队 待了十年以上的时间了 不忙的时候 每年可以回去看看母亲 忙的时候 甚至两三年才能回去 对母亲和家庭的愧疚 在这一时刻 被无限放大 而这时 一区队和二区队那边 也是响起阵阵掌声 全部都是面对三区队这边的 三区队长的对讲机 这时也是响了起来 我说老三 你们区队谁唱的歌啊 把我们一区队的学员 都给唱哭了 二区队队长也是喊道 可不是 说好的今晚进行娱乐 开心开心的呢 你们三区队 搞什么费劫 三区队队长笑骂道 你们两个区队的学员 哭关我们屁事啊 又不是唱给你们听的 一区队队长 我们不想听啊 谁让你们那边那么大声 第六十五章 海迅开始了 二区队队长 老三 这首歌叫啥名字 我怎么没听过 赶紧告诉我 我回去下载 在区队里循环播放几次 提升提升这帮小兔崽子的 军人觉悟 三区队队长 网上没有 是我们区队的江凡 不知道从哪里找到的 一区队 二区队 不想说就不想说嘛 那么小气 回头 我自己问他要 三区队队长 现场 江凡冲区队长 便是走了下去 三区队长看到江凡要走下去 赶紧叫住了他 江凡 我问你 这首歌 你是从哪里找到 这么好听的歌 为什么之前我都没有听过 众人也是 好奇地看着江凡 按理说 这样的歌曲 一旦有人唱 公布在网上 绝对能够活起来 毕竟这首歌的共情之处 实在太强了 他们这些人 只是听了一遍 就深深地被这首歌的旋律 和歌词给吸引到了 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想再听一遍 他们也相信 再听一次的话 肯定还会像刚才那样 被深深地触动 江凡回道 我也会忘记的 是几年前的事了 这首歌当时发表在论坛上 并没有多少人听过 后面等我回去找的时候 发现这首歌 已经被删了 不过 大家如果觉得 好听的话 回去之后 我也可以录下来 给大家听 三区队长赶紧点头 这感情好 这首歌 如果在学校里面播放的话 绝对能够很快地活起来 那就这么办了 三区队长说着 从八中队长说道 等回到学校 你给江凡同志放一天假 让他到学校的音乐戏 把歌录出来 八中队长吴海涛立即立正 是 江凡走下去后 李浩林涛等人 死死地抓住他的手臂 好你个老江 你还我眼泪 还有我的 你看我的眼睛都哭肿了 江凡看了看林涛的眼睛 吴宇说道 你这哪里是哭肿的 明显就是胖肿的 滚蛋 一边的赵东也是说道 你小子 不仅各项军事科目牛逼 没想到在音乐方面也这么出众 到底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 三班的其他成员文言 也是频频点头 江凡 我不会飞 众人 表演还在继续 可经过前面江凡演唱之后 大家都觉得 后面的节目 都变得有些索然无味起来了 一个多小时后 晚会结束 江凡不出意外地 拿到了节目表演的第一 然后 各中队便是带回 帐篷内 各班班长拿出一些药膏 递给班里的成员 赶紧的 把你们脚底板和大腿磨伤的地方擦一下 不然开始下海游泳训练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痛苦了 众人一想到海水里面的盐巴浸泡伤口 顿时打了一个冷战 纷纷接过药膏 经过一天的急行军 他们不仅脚底板磨出了不少血泡 大腿根部两侧 也都磨破了一层皮 火辣辣的疼 大家涂抹完 然后再相互放松了小半个小时后 便是开始睡觉了 昨天他们就睡了两三个小时 又经过一天的长途奔袭 一夜很快过去 随着一道哨声响起 所有人都从沉睡中快速清醒 爬起来着装出去集合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 好像现在不是早上六点 而是八点多钟了 一时间众人有些紧张 不会是自己没听到噪声迟到了吧 可是即便迟到应该知道几分钟而已啊 难道都没有人过来叫醒自己的吗 整好队之后 吴海涛便是说道 大家不用担心 这是区队长的命令 鉴于昨天急行军大家都比较累 区队长决定 让大家多睡两个小时 众人闻言 这才松了一口气 吴海涛继续说道 今天开始 咱们不要在这里进行海训 各班回去后 统计出不会游泳的 等吃完早餐后统一训练 然后会游泳的 也要进行测试 好了 早上集合就说这么多 各班代开开始统计 吴海涛声音落下之后 各班班长便是喊着班里的成员 到另一边集合 苏和让那三个不会游泳的 先站在一边 然后从江凡等五人问道 你们五个的游泳水平怎么样 我会狗爬 林涛说道 苏和当即一脸嫌弃 狗爬怎么了 狗爬难道不算会游泳吗 林涛叫道 一边的赵东说道 武装球度 一般都是用蛙蛹 因为蛙蛹最省力 而且 在武装球度的时候 是要背着装备的 你狗爬 会耗费很多体力 游不了几十米 就得消耗完体力 林涛好奇问道 那我们一般要游多少米 苏和直接伸出了五个手指 五百米 林涛一正 这样的的话 狗爬的确不行 自由泳也没几个人 能一口气有五百米的 江凡白了他一眼 直接道 五百米 你想的倒是挺美 是五公里 啥 五公里 林涛和其他人 都是瞪大眼睛 我们体能训练 都只是跑个五公里而已 游泳都要五公里 这不是要人命吗 谁能有五公里啊 苏和微微惊讶地 看了江凡一眼 没想到 江凡连这个也知道 苏和直接道 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你问问其他班的班长 或者学校里面大二的学长老兵 他们哪个不能在海里游一万米吗 五千米只是针对你们新生的要求而已 到了大二 最低要求都是一万米 一万米 众人喃喃自语 使劲地咽了咽口水 苏和道 海水密度比较大 用挖泳的话 稍微动一下脚 身体就能浮起来 可以最低限度地消耗体力 赵东冲其他人问道 你们几个会挖泳吗 江凡四人纷纷点头 那就好 赵东看向林涛 你会狗爬的话 学起挖泳应该也不难 到时候我们教一下 应该就行了 新 第六十六章 游泳训练 苏和给众人说好后 便是让他们赶紧收拾内务卫生 帐篷内 只是叠好折叠床上的被子 收好就行 早餐也是简单的馒头 玉米之类的 可众人吃了几个才发现 各班的大盘里 还有着十几个馒头没吃完 班长 还剩这么多 怎么吃啊 我们都饱了 林涛冲苏和问道 苏和只是让赵东收吼 冲众人道 晚点 你们就知道了 到时候可不要抢着吃就行 众人 只有一边的江凡 心知肚明 早上进行游泳训练 在水下需要消耗大量的身体热量 到时候 估计游个几百米上来 就得饿得不行 前世 他们去海训的时候 每个人都被有几个馒头在身上的 游一趟回来 就得吃掉一两个 否则 你会很快感觉到饥饿 从而没有体力继续训练 很快 中队集合哨声响起 不会游泳的 在这边集合 各班有学员不会的 副班长也要跟着过来 指导员在另一头 冲他们喊道 顿时 二三十人 纷纷跑出队列 跑到肖镇龙那边去列队 吴海涛冲剩下的人道 那剩下的 就是会游泳的了 但即便这样 我还是要测试一下你们的水平 各班班长 给你们五分钟时间 带他们去旁边领取泳圈 绑好 然后热身 准备开始 是 各班班长带人 来到二十几米外的一个帐篷内 从里面拿出大量游泳圈 然后教他们 怎么绑在身上 毕竟是前期游泳 又是在大海上 避免出现安全事故 泳圈是必须要绑上的 当然 前期 他们也是 先进行轻装游泳训练 只是穿着运动短裤 上衣脱掉 虽然现在天气很热 但现在是早上 太阳还不是很大 他们还没感受到阳光的指考 班长 我们都会游泳 没必要搞这个泳圈了吧 班里有学员冲苏和说道 这样挂在身上 很不舒服啊 苏和语气不用质疑 让你挂着就挂着 拿这么多废话 我告诉你们 淹死的 大多是会游泳的人 真以为你们那点游泳水平很高了 我们是要直接游到深海区 进行几千米的长距离求度的 到时候你体力不支 或者腿抽筋了怎么办 说句难听点的 没有泳圈 你沉下去了 我们恐怕连你的尸体都找不到 有了泳圈 至少还能将你的尸体找回来 那学员文言 顿时无言以对 一边的江凡 也知道这种规定 毕竟不是特种部队那种变态训练 常规的部队或者军校 还是要避免出现生命事故的 安全措施 必须要保证到位 不像特种部队 人家不仅身体素质十分强悍 生存技能强 可以放开的链 且人家都有死亡名额的 常规部队和军校 你要是因为安全措施不到位 出现了生命事故 那中队长 区队长 甚至连教导主任 校长这些都要受到问责 前世在部队的时候 江凡就看到这种情况 当时出现不必要的安全事故 团长都直接被撤职了 这不是开玩笑 而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案例 而像苏和说的那样 茫茫大海 他们要在里面进行几千公里的游泳 危险是时刻存在的 稍不注意 可能都会被海浪给吞噬冲走 当然 真正到了训练考核的时候 即便你身上挂着泳圈 但没有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是不能依靠泳圈停下来休息的 否则就是违规成绩全无 此时 不仅是八中队 其他的中队 也跟他们一样 在这近十公里的海滩上 进行热身训练 海上 分有很多浮标 甚至深入里面一千五百米 都属于他们的游泳范围 在深海区内 下面也都拉有海网 让大海深处的那些危险海洋动物进不来 在他们来这里之前的半个月 学校这边 也早就有工作人员 在这一片海域进行清理 热身完了之后 众人便是来到前滩 吴海涛拿着大喇叭冲他们说道 站在这里的 应该都是会挖泳的 甚至还有不少会自由泳的 但水平高或者低 我不知道 现在 就来测试一下 说着 吴海涛指了指 离他们150米的 外的两艘快艇 三分钟内 用挖泳游到快艇那里 就算合格 前面 因为海浪比较大 15米前允许你们用自由泳冲过去 但过了15米 必须要用挖泳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众人大声回道 眼睛也朝着那两艘快艇看去 同时 也能清楚地感受到 海浪拍打海滩的力量 今天海风不是很大 海浪也不汹涌 过了30米后 基本不会有超过 20公分高的海浪出现 三分钟游过去 只要体力足够 应该不成问题 吴海涛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个排一组 各班班长在前面带头 一分钟后开始 吴海涛说完 苏和便是三班的成员道 等会 我会控制节奏在前面游 你们跟在我的后面 能游得快的 体力足的 可以加快速度 都没问题吧 没有 三班四名成员纷纷回答 江凡再次活动了一下手脚 他已经很久没有 在海里游泳过了 虽然前世当了那么年兵 每年都有参加海训 游泳技术也很好 但宝刀还需要经常磨 才会锋利 他也不知道现在 还能否达到前世那巅峰水平 叮 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 检验到宿主即将要开始进行游泳训练 系统发布任务 宿主在两分钟内游到终点 便可获得初级游泳技能 激活该技能后 宿主无论是挖泳 自由泳 或者养泳 潜泳等技术水平 都能达到国家级顶尖运动员的水准 同时 在海中憋气时间 可增幅到十分钟 两分钟内完成150米 将反眼睛微微一眯 新 第67章 这家伙 真的是一名新生 一般人用挖泳 游100米 需要用两分到四分钟 这还是在淡水区 没有海浪的情况下 如果是在海里 被海浪冲击 时间还要更多 更何况 他们现在不是100米 而是150米 如果是往回游 有海浪的协助 时间自然会少不少 当然 这里说的是一般人 而在这里 一般人的最好成绩 在军人这里 只是合格标准 所以才会有刚才中队长要求的 三分钟游玩150米 才算可以的合格标准 而现在 系统要求他 却是在两分钟内 迎着海浪 游玩150米 这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 可以说 在场的班长们 都没几个能做到 甚至是前世 想要达到这个水平 除非是他的状态很好 体力很充沛的条件下 才能做到 不过 对于系统的这个任务 江凡也不能说 没有信心 毕竟 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比前世当兵时要强 而且 别忘了 他的手臂力量 也增幅了不少 挖泳虽然大部分力量 要靠双腿登水前进 但也可以用到双手往前滑 如果手臂力量足够 也可以多消耗一点 消耗力量 来达到任务要求 行 这个任务我接下了 拼了老命 我也会在两分钟内游到终点 江凡狠狠一咬牙 冲系统说道 如果能拿到奖励 据他所知 国家级的游泳运动员 不说其他的 在挖泳上 100米的最好的成绩 都是一分钟以内 更别说 还有那个水中憋气十分钟了 虽然憋气世界纪录 有了十几分钟的超级牛人 但大多数人 都只能坚持在两分钟内 如果是十分钟的话 那也是非常牛逼的存在了 系统 助宿主完成任务 跟系统交流完 时间也到了 在中队长的一声令下 一排的三个班 一共十几人 便是快速地冲向了海浪中 一头扑了进去 而中队长这边 也是卡起了秒表 给他们计时 一排前进了半分钟后 二排开始 钟队长喊道 不出意外 一排的学员进入海里后 便是受到了层层海浪的冲击 会自由泳的 都用自由泳快速往前游 想要赶紧冲过这最大的浪区 不会自由泳的 也会选择前泳 这样阻力会减少 江凡用是前泳 不是说自由泳他不擅长 而是他尝试过 用前泳的话 可以减少更多阻力 能一口气游得更远 快点 加油 苏和一边游着 一边冲后面的学员 大声助威 可是当他转头要往前游的时候 却是发现 前面忽然出现一个人影 那人影浮起来后 便是用蛙蛹 快速地往前游 现在的他们 已经过了最大浪区 前面的浪不大 足可以用蛙蛹来前进了 这是谁啊 这么快 不仅是苏和其他两个班的班长 也看到了 老苏 那不是你们班的江凡吗 这小子速度可以啊 二班长和三班长 都是一脸震惊的 冲苏和叫道 苏和也没想到 江凡的速度这么快 也是惊讶的不行 这小子 真的是什么都强啊 而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江凡已经全速往前游了 很快就跟大队伍拉开了距离 他用尽全身力气 用腿往前蹬 手臂力量也全部爆发 往前拨水 速度还能再快一点 这可把三位班长 跟惊讶坏了 这速度 比他们全力游 都要快上一点 这家伙练过的吧 入伍前 难道是省 或者国家级游泳运动员 母鸡啊 苏和瞪大眼睛摇了摇头 他看了看江凡远去的背影 又看了一下 后面三班的其他学员 差距感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而在海滩上 拿着望远镜 观察的吴海涛 本来注意力 也都在大队伍这边 可这时 他却是发现在 三个班长的前方 十多米外 居然还有一个人 而且 跟三个三班长的 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快 我去 这是哪个学员 技术这么强 他快速拉近视距 这才看清楚 那人的面容 江凡 又是这小子 他游泳技术 也这么好的吗 此时的江凡 并不知道他 引起了这么多人的注意 他也没有时间去理会 为了完成任务 他已经拼尽全力地 往前游 在海里挖泳 能很轻松地 让身体浮起来换气 时间一点点过去 江凡跟大队伍的剧烈 也越拉越远 二十米 三十米 四十米 江凡几乎是一鼓作气 拼命地往前游 中途就没有休息过 哪怕一秒钟 而在终点处 也同样进行 计时的几个安全员 他们坐在快艇上 也看到了江凡的身影 当即也是呆住了 我日 还是一条鱼 还是人啊 速度这么快 废话 那当然是人 另外一人喊道 是班长还是学员 应该是班长吧 学员哪能游这么快的 在他们惊讶的时候 江凡距离终点 也只剩下不到三十米了 两人下意识地 看了一下时间 一分四十秒 看到这个时间 两人都静得不行 按照这个速度 他能在两分钟内 到达这俩 两人面面相视 满脸的震撼 此时的江凡 都感觉自己的体力 在快速消耗 双手双脚都累得不行 但他还在咬牙坚持着 就差最后三十米了 怎么样都要坚持住 终于 在拉开大队伍 将近六十米的时候 江凡出现在了 快艇的前面 一把抓住了 快艇的护边 将身体扶了起来 呼呼呼 江凡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那疲惫的模样 好像随时 都要晕过去了一样 班长 我的时间是多少 江凡有些接不上气地 冲快艇上的安全员问道 那安全员低头 快速看了一下 已经被按停的时间 然后看了看 近在迟迟的江凡 声音带着浓浓的震撼 一分五十三秒 这声音一出 其他安全员 也都是被惊到了 从浅滩游近一百五十米 用的还是挖泳 居然两分钟内完成了 这一成绩 放眼全校历史 能做到的 也不过寥寥数人罢了 这家伙 真的是一名新生 不是某个国家 或者省级的 优秀游泳舰将冒充的 新 第六十八章 给我们留条活路吧 叮 系统的声音 适时响起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出级游泳技能 呼 听到任务完成 拿到了奖励 江凡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时 系统的声音响起 有一点宿主请注意 激活使用该技能的时候 对体力也是有要求的 如果说 宿主的体力不够 即便施展技能 速度也会跟着降低变慢 只是说 该技能能让宿主 最大限度的节省体力的同时 也能以最快的速度前进 原来是这样 江凡恍然 他还以为 有了这技能之后 自己可以无限制的 以那个速度游呢 这样的话 可就真牛逼坏了 看来 归根结底 最后还是要依靠 强大的身体素质才行 没有身体素质 啥高强的战斗力 都免谈 在江凡跟系统交流的时候 其他学员 也即将要到达终点了 安全员们 也相继给他计时 一排这边 十几个人 有三分之二 都在规定时间 到达了终点 老江 你啥时候到的 三班一个学员 是技班掌门后 第一个到的 看到江凡 也不由一正 趴在泳圈上 一边喘着气 一边冲江凡问道 不过 老江 游了这么久 你怎么都不喘气的 他们刚才都在奋力往前游 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其他人 加上他们没有带泳镜 海水又有点闲 还不是很适应 每次抬头换气的时候 都不是看得很清楚 更别别看到 超过他们几十米的江凡身影了 刚刚 江凡道 几个安全员翻了翻白眼 你都快他们一分钟了 你管这叫刚刚 那学员道 我还以为我是最快的 没想到你比我还快 你小子 啥科目都能第一 能不能给我们留点活路啊 这时 苏和拍了拍他的脑子 直接说道 就你 还想跟江凡比第一 回去洗洗睡吧 人家一分钟前就到了 啥 一分钟前 这时 一排的其他学员也到了 听到这话 一脸不可置信 这么说 老江是两分钟内 游过来的 太变态了吧 这怎么可能 苏和道 这一个多月来 你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 他都做到了 这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众人想想 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老江 你小子到底是不是人啊 那些暗时游到终点的学员 还来不及庆祝一下 就被打击了 还以为自己 已经可以了 但在江凡面前 他们还是一点也不够看啊 赶紧的 趴在泳圈上休息一分钟 然后再游回去 各班班长都相继命令道 是 苏和来到江凡身边 冲他问道 你小子 永心这么好 为啥不说 江凡有些甘大的笑道 我这不是太久没游 生怕游不动了 这才不敢坦白的吗 苏和哭笑不得 你这么强 说实在的 我是又开心又郁闷 开心的是 你总能协助我 带领班集出成绩 郁闷的是 让我总感觉 你是班长 我是你的兵 作为班长 我样样都不如你 都快没脸担任三班班长了 江凡 我强也有错了 很快 一分钟过去 各班一声令下 学员们也准备开始出发了 老江 咱们并排比一下 之前那学员冲江凡说道 虽然我知道我比不过你 但也想看看 差距到底有多大 你确定 江凡微微一笑 看着他 他现在也休息得差不多了 正想要尝试一下游泳技能呢 确定 一起吧 我也想试试 这时 一班二班的一两个游泳比较好的 也想挑战一下江凡 行吧 江凡点了点头 只要等会 你们不要被打击到就行 苏和也不反对他们竞争 再不对 怕的就是战士们失去竞争的意识 只有竞争 才能激发他们的潜能 当然 这是局限在良性竞争的情况下 随着班长们的一声令下 众人开始快速往回游 妈的 听了 这次绝对不能输给江凡 那几个要跟江凡比试的学员 内心都在暗自发誓 江凡处在他们中间 当他们开始游了之后 所有人都奋力地开始蹬腿 可是 当他们游出机米 下意识就想要看看旁边的江凡的时候 却发现江凡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当他们再次转头往前看的时候 却发现江凡已经诱出了七八米 一下子跟他们拉开了将近四米的距离 新 第69章 你小子入学前不会是国家级游泳运动员吧 我去 这家伙 金鱼附身吗 这才刚开始啊 就游得这么远了 有两名学员因为太过震惊 一下子没有注意旁边打怪的海浪 鼻子和嘴巴都被灌了一口海水 那滋味别提有多酸爽了 追追追 几人一咬牙 奋尽全力开始追赶江凡 可是 在他们全力追赶了十几米之后 发现江凡已经跟他们拉开十几米 也就是说 江凡的速度比他们要快上一倍 甚至比刚才他们往海里伸出游的时候还要快 这家伙 哪来的这么多体力 往回赶居然还能比一开始还要快的 这怎么可能 各班班长看到江凡的速度 也是惊讶得何不容嘴 三班长 你们班这个江凡 简直就是个变态啊 换做是我们这些老兵上去跟他比 只怕也会被虐得体无完肤啊 一班长和二班长纷纷冲苏和说道 苏和也是满脸苦笑 有这样一个兵 我也很郁闷啊 一班长和二班长文言 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换做是他们 带着这么一个强悍的兵 也会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感 毕竟 江凡才进来一个多月啊 就已经比自己这个班长还要强了 这说出去 人家是认为 你这个班长不够格 还是说你这个班长带兵带得好 很明显就是前者啊 而此时 在岸上的中队长吴海涛 也用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幕 刚才他以为 江凡已经竭尽全力游的最快到达终点了 可没想到 在返程的时候 这家伙居然比之前还要快上这么多 不可思议啊 就这速度 全校估计都没人能比得过他 而江凡这时 也没有去估计到其他人的反应 他激活了技能之后 便是竭尽全力开始往回游 他想看看 有了这技能之后 这150米 自己要多少时间回到出发点 而此时 三排这边也在前进 刚好碰到旁边的江凡 我去 刚才是什么东西 从我旁边游过去 不会是鲨鱼吧 一名三排学员被吓了一大跳 然后一个不注意 直接喝了一口海水 呛得他眼泪都流出来了 傻帽 这是海训场地 鲨鱼早就被赶跑了 不然学校哪里敢让我们下来游泳 那是一个人 只不过 他游得比较快而已 三排的其他学员 也是无比惊讶地说道 那人看起来 怎么有点像江凡啊 好像真的是他 这家伙其他科目牛逼也就算了 怎么连游游你这要牛逼啊 还让不让人活了 此时的吴海涛也在卡着时间 当江凡从浅滩上站起来跑上来 刚好离开海浪的时候 吴海涛直接卡住了苗表 他低头一看 整个人瞬间就不淡定了 一分二十二秒 这不可能 吴海涛直接忍不住尖叫出来 一分二十二秒啊 还可以 一道声音突然间在吴海涛耳边响起 再次吓了吴海涛一跳 他转过头看去 发现江凡也在看着他手中的苗表 你小子什么时候过来的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江凡微微一笑道 是中队长你太入迷了 没有注意到而已 一分二十二秒 这个成绩江凡也是有点满意的 毕竟他是往回游 有海浪的冲击力协助 当然 这也是自己体力 已经在快速消耗了不少的情况下 如果换在淡水区域 自己巅峰状态的话 估计也差不多是这个成绩 一分二十二秒 对于国家级的运动员 来说也是差不多吧 吴海涛一把抓住江凡的手臂 你小子老实告诉我 进军校之前 你是不是国家级的游泳运动员 江凡有些无语说道 那按照您这么说 入学之前 我岂不是国家设计运动员 长跑运动员 体操运动员等等各种身份都有了 吴海涛顿时愣住了 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江凡这家伙 各项科目不都是连连打破学校记录吗 想到这 吴海涛顿时裂嘴大笑 拍了拍江凡的肩膀 你小子可以 行了 这几天的训练 你可以不参加 但我要把你调到另外的地方去 你去跟指导员一起 协助他们教会其他学员游泳 当然 我说的只是游泳训练 其他的训练 你还是要参加的 江凡立即立正 是 现在有了这游泳技能 跟着大部队训练的话 他也感觉像是在浪费时间 完全没有必要 新 第七十章 老江 你真是我们的好兄弟 很快大部队游回来了 那几个刚才仰仰着 要跟江凡比试的学员 此时都像是看怪物一样 看着江凡 我说老江 为什么你返回的速度 比前进的速度 还要快这么多 你哪来的这么多体力 难道前面游过去的时候 你都没消耗多少体力吗 几个学员冲江凡 无比不解地问道 江凡一笑 可能是回来的时候 推我的浪比较大吧 众人文言 纷纷翻起了白眼 咱们回去的时候 浪不都是一样的吗 难道这些海浪 还能分人来推的 是你的人品太好 还是我们的道德太差 江凡也没有跟他们解释那么多 直接冲班长苏和说道 班长 刚才中队长说 让我去协助指导员 训练那些不会游泳的同志 不需要我在这边训练了 苏和点了点头 以江凡的这个游泳水平 在这里练 也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 既然他能游这么快 那肯定有他的游泳诀窍 让他去训练那些 不会游泳的学员 或许效果更好 去吧 小心点啊 苏和说道 是 江凡反应了一声之后 便是朝着几十米外海滩上的那些 不会游泳的学员跑得过去 林涛 李浩 武冲等人也都在这里 不过他们并没有下海去游泳 对于他们这些汉鸭子来说 再没有学会怎么摆动手臂和蹬腿之前 部队可不敢把他们丢到海里去 不然一下子被海浪冲走了咋办 报告 指导员 中队长让我来协助您训练他们 江凡直接从肖振龙说道 肖振龙这边 刚才也接到了吴海涛的信息 他也知道 刚才江凡在那边测试的成绩 不由微微笑道 好 有你这个游泳健将在 教他们应该没啥问题 肖振龙说着 指了指正在训练滑动手臂和蹬腿的学员 你看看 给点建议 该怎么训练他们 江凡朝着众人看过去 此时 每个人的身下都放着一张长蹬 各班副班长都在指导着他们班的学员 怎么去滑动手臂 抬头呼吸换气 然后怎么蹬腿 这些学员就像青蛙一样 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动作 一个个都在喊着泪 手臂和手臂酸痛 江凡看了一会儿 直接说道 这种训练方式比较正规 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至少还需要好几天时间 他们才能完全熟悉这个动作 我觉得 如果换另一种方式 然后再结合这种训练方式 效果会更好一点 哦 肖振龙转头看向江凡 说说看 你有什么方法 能够缩短他们学会的时间 江凡说道 很简单 待他们在这里训练半个小时后 他们应该也基本懂得 这些动作的基本要领 然后 领着他们到深水区 将他们丢到海里 让他们在海里扑通几下 喝几口海水 体验一下被沉下去的感觉 然后 我们在快艇上 直接指导他们 怎么滑动手臂和蹬腿 才能让身体浮上来 胡闹 肖振龙骂道 他们压根就不会游泳 你把他们丢到海里去 出现意外怎么办 江凡说道 我认为 快点上安排几个安全员 又有救生圈 只是在两米左右的海里 在这种没有大浪的情况下 出现意外的概率极低 而且 对于他们这些不会游泳的人来说 最难克服的 并不是动作要领 而是克服内心对深海的恐惧 另外 让他们在海里喝几口海水 再让他们上岸模拟一下动作要领 他们会理解得更加深刻 我保证 像这样来回折腾几次之后 即便他们还不会游泳 但至少也克服了一些恐惧 不会一到深海去 就直接沉下去 这不就是一大进步吗 小时候 我们在江河里游泳 不也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当时哪里来的什么安保措施 现在有救生圈 安全员在 更不用怕了 肖振龙文言 不由沉默了 江凡说的这个方法 他当然也清楚 也知道 用这种方法的话 能让他们最快速地学会游泳 学校给他们的海训时间并不多 只有一个月 一个月内 所有新生都必须要达到5000米的游泳距离 如果按照现在的进度 没有一周或者十天这样的时间 估计他们都学不会 江凡看到肖振龙犹豫 继续说道 指导员 你要是还担心的话 不如咱们先找两三个人试一下 我跟副班长在海里看着他们 旁边放着一艘快艇 上面放着救生圈 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不可能再出现意外了吧 肖振龙文言再次犹豫了一下之后 便是一咬牙 说道 行 那咱们就是一下 这样 你们三班的五名成员 你带去 和赵东一起 我给你们联系一艘快艇看着你们 江凡立即立正 是 绝不会让指导员失望 肖振龙点了点头 然后把赵东叫了过来 跟他说了一下 赵东明显也是 被江凡的这种训练方式给惊讶到了 他也没想到 指导员会同意他这种方法 江凡 你有把握吗 赵东还是有些担心的中将方便道 江凡无比肯定的点头 给我一天时间 我绝对能让我们班的 五名不会游泳的成员 全部学会游泳 肖振龙直接说道 行 我就给你一天时间 到时候如果做不到 看我怎么收拾你 得到指导员的允许后 赵东这边 便是把班里的五名成员 给叫了出来 班副 咋了 老江 你不是会游泳吗 怎么跑来我们这里了 是不是游泳不过关 被丢过来 跟着我们一起训练了 林涛李浩等人看到江凡 笑眯眯地问道 赵东直接说道 江凡是来协助我们训练你们的 赶紧地收拾一下 咱们班前往海里面训练 啥 去海里训练 五人当场就猛逼了 不是 班副 我们都还没有学会怎么游呢 就要下海了 不怕不怕 我会狗爬 林涛笑呵呵地说道 赵东懒得跟他们解释这么多 少废话 赶紧地 跟我们来 说完 江凡和赵东两人 便是带着五人直接来到了浅滩这边 此时 指导员安排的快艇也在边上等着了 不是 班副 真的要让我们下到海里面去游啊 除了林涛之外 其他四人看到 那茫茫大海和拍打过来的海浪 眼里都不由地露出了恐惧之色 赵东还没说话 一边的江凡便是笑着说道 想要快速学会游泳 就得先学会喝水 当你们喝了足够多的水后 差不多也就会游泳了 李浩说道 老江 你别站着说话 不腰疼好不好 虽然咱没在海里游过泳 但也知道 海水的味道是怎样的好吗 那一口海水下去 估计我早上吃的馒头 都要吐出来了 江凡笑道 没事 咱们班不是每个人都 留了几个馒头吗 吐出来再吃几个就是了 特么这是吃几个馒头的问题吗 众人听到江凡这话 东不由地翻了翻白眼 行了 不要吵了 让你们下去 就下去 哪那么多废话 说完 赵东帅先冲过去 快艇停在海浪不是很大的一米五左右深的海区 众人看到 海水不是很深 只能硬着头皮跟了过去 爬上快艇后 快艇正要走 这时 不放心的指导员萧震龙也是跑了过来 我还是看着你们吧 省得出什么意外 萧震龙哼哼说道 江凡 快艇很快开出去十几米 这里海水已经有两米多深 海浪并不是很大 好了 就这里吧 江凡说着 冲李浩几人道 林涛会狗爬 不会沉下去 等会我单独训练他 你们四个下去 现在给你们十五秒钟的时间来 回忆一下 刚才在岸上学的动作 只要你们能按照那些动作来做 十秒钟内 应该不会沉下去 反正 除非你们彻底沉下去 否则 我们不会丢救生圈 将它们就上来 李浩看着看不到底的海水 有些惊恐的道 老江 你不是认真的吧 真的要我们下去 江凡无语 不然我们过来这里干嘛 你看 指导员都在这里呢 可是为什么是我们 其他人还在岸上训练呢 为什么他们不一起过来 李浩叫道 一边的指导员说道 你们是试验品 你们的好同志江凡提议说 这种方法能快速让你们学会游泳 我不信 他说可以拿你们来试验一下 众人文言 微微张着嘴巴看着江凡 老江 你还真是够兄弟啊 江凡笑道 我这不也是为你们能早点学会游泳好吗 好了 时间到 下去吧 说完 还不等李浩反应过来 直接上前 一把江气推了下去 紧接着其他三人 也被赵东和江凡 直接推下去 新 第71章 老江 你大爷 旁边的萧震龙和赵东两人 看到江凡这么暴力的江人推下去 一下子也没有反应过来 李浩四人掉下去之后 惊魂未定之下 直接几口海水 灌进了他们的鼻子和喉咙中 一紧张之下 几人都忘了 刚才在岸上学会的动作 在海水里 不断地扑东扑东地拍打着海面 因为海水浮力比较大 他们拍打了几下之后 身体也浮了上来 救命啊 救命 他们的头刚露出水面 便是一个个惨叫地喊着 可在快艇上的江凡 却是无动于衷 众人在喊了几口救命之后 身体又沉了下去 接着海水 再次灌入他们的鼻子和口中 不断地拍打 又扶了上来 这可把萧震荣和赵东两人 给看傻了 不是 江凡这就是你说的训练方式 萧震荣赶紧喊道 赶紧地把救生圈给他们拉上来 赵东刚拿起救生圈 想要用下去 却是被江凡给拦了下来 不要急 他们短时间内不会沉下去 让他们多喝几口海水 江凡说道 想要让他们快速地学会游泳 就得让他们快速地熟悉 海水是什么样的 如果是淡水的话 他们或许挣扎不了多久 但这是海水 手或者脚轻轻拍打一下 身体都能浮起来 除非是他们已经在海里消耗了大量体力 或者精神太过于紧张 喝了不少海水 导致脑部短时间缺氧 才会快速沉下去 但从目前来看 几人的求生欲望非常强 加上在岸上 也学了小半个小时的滑水蹬腿动作 即便不规范 但也足够支撑他们将身体浮起来了 快艇上的林涛看到这一幕 不由使劲地咽了咽口水 还好自己会狗爬 否则 下场也要跟他们一样了 被江凡阻拦 赵东只能看向萧震龙 萧震龙可是紧张得不行 这要是出了事 他这个指导员也就当到头了 甚至可能因此脱下军装 回老家种田 救命啊 快拉我们上去 几人拼命地挣扎喊着 可是 他们每喊一次 都会被海浪给拍到 海水进入他们的鼻子和嘴巴 顺道将他们给埋得下去 好了 差不多了 就在萧震龙忍不住的时候 江凡直接将是个救生圈给丢了下去 而他手中则是拉着那四根绑着救生圈的绳子 再次爬起来的李浩四人 看到旁边出现救生圈之后 毫不犹豫地直接扑了上去 双手死死将其抱住 这时 他们才能彻底地浮出水面 四人不断地咳嗽 干呕 眼睛都变得通红起来 差点没有这样 早上的馒头给吐出来 老江 你大爷 你真想淹死我们啊 缓过一口气来之后 李浩四人便是无比生气地怒瞪着江凡 一边的萧震龙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心有余悸 而江凡倒是十分轻松地笑道 怕啥 我们这几个会游泳的 还有安全员以及救生圈都在这里呢 你们死不了 李浩教道 就算没被海水淹死 也要被呛死了 你知道我刚才喝了多少口海水吗 那味道 差点没让我把这三天吃的东西全吐出来 其他三名学员 你赶紧冲萧震龙喊道 指导员 我们还不会游泳 赶紧把我们先拉上岸吧 萧震龙闻言 不由有些犹豫 看向江凡 毕竟刚才他已经答应江凡 让江凡试一试 虽然第一次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但他也不想中途而废 于是问道 江凡 你看还要怎么做 江凡直接说道 很简单 继续 这话一出 李浩四个人的人生再次充满了恐惧 不是 老江 你真想把我们淹死在海里才罢休吗 江凡则是笑道 放心吧 这次会让你们拿着救生圈 四人闻言 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有救生圈在 至少他们能不会那么轻易地沉下去 也不会再喝到那该死的海水 一边的赵东和孝震龙东 有些不解地看着江凡 江凡则是解释道 等会我们就把救生圈绑在快艇上 快点往前开 让他们在后面 学着用脚去蹬腿 萧震龙闻言顿时眼睛一亮 这还真是一个好办法 说做就做 江凡冲李浩 世人也说了一下 这样真的行吗 李浩四人有点怀疑问道 江凡摊摊手 不然就像刚才那样 把救生圈拿起来 你们再多喝几口海水 你们自己选一个 那还是拿救生圈吧 四人毫不犹豫地点头 他们也看出来了 指导员是支持江凡的训练方式的 加上他们也想早点学会游泳 只要过程不要那么痛苦就行 林涛也被叫了下去 毕竟他只会狗爬 很快 快艇这边准备就绪 随着快艇横向开 救生圈也开始被拖动 速度当然不会很快 现在就是让他们熟悉 怎么蹬腿 只要学会了蹬腿 后面滑动手臂和抬头换气 就简单了 果然 有了游泳圈在 他们的情绪也放松了不少 也开始学着在岸上那样 不断地蹬腿 萧震龙笑道 还真别说 让他们在海里喝了几口海水后 倒是卖力认真多了 赵东也在一边笑道 能不认真吗 不认真就得拿掉泳圈 继续喝 来回这样 蹬了几十米后 江凡这才让快艇停下来 好了 泳圈就到此为此 江凡直接冲四人道 但我们会给你们绑一根绳子 实在沉下去了 就拉回来 李昊当即急道 不是 这又是什么方法 一边的赵东和萧震龙 也满事不解 江凡道 很简单 我们的快艇就停在五米外 你们就按照刚才那样 蹬腿游过来 咱们一段距离一段距离练 李昊四人 灵涛赶紧道 那我行 五米而已 小意思 哪知道 江凡冲他道 你不能用狗爬 必须严格按照挖泳的姿势来 如若不然 下一轮我就把你的腿绑起来 用手滑 林涛 我去 老江 你也太狠了吧